觀眾朋友,大家早上 辛苦了 大家這裡 悠狗悠名 好,現在我們進行第十九次會議 先請民主黨來先讀十八次會議議事錄 宜蘭先議會第十八次,第四次大會,第十八次會議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105年11月14日下午二時二分,地點本荷議事廳 出席議員黃定和議員等32人,請教議員陳正來議員一人 內行年限住文化局長李志勇,文化發展科代理科長黃明鑽 文化資產科長檢則是文學及圖書資訊科長陳鴻祥 視覺藝術科長陳張正寧,表演藝術科長吳喜明 南洋博物館館長陳碧林,行政科科長陳英良 會計主任秋秋蘭,人士主任黃信良,中央主任薛榮清 議員縣市館長廖英傑,本會秘書長陳茂林等五人 來賓各報一個電子媒體記者,主席陳議長文昌,記錄陳素雲 主席先告開報告事項,以主席報告簽到議員以達法令人數 二,秘書長先讀第十七次會議議事錄 執行事項,吳納吉吉首屬機關也有執行一大戶 執行議員陳福山議員,吳鴻毛議員,黃建勇議員,劉天吳議員,黃定和議員 陳敬禹議員,江秋明議員,林成功議員,林錫敏議員,楊順木議員,陳安中議員,張明華議員,陳傑林議員,薛誠一議員,尤祥德議員 達福田人員,李局長,志永,陳館長,碧琳,邱主任,邱蘭,烏科長,喜明,黃代理科長,明鑽,檢科長,哲氏,張科長,正寧 請到四項,吳納吉吉首屬機關也有執行,議員要求辦理提供這四項令入,降魯附建,並行武縣政府辦理,三位下午六時38分以上 好,請問大會議事錄有沒有意見 好,來,黃議員 有問到那個文化局啊,他們都答不出來啊,答不出來,那會後也要書面給我啊 好,我們請議事組齁,通知文化局齁,為客戶答覆的部分,議事面答覆齁 好,謝議長 好,議事錄就這樣陳查齁,那現在我們進行民政處的刑答齁 那請處長及相關主管來列席報告台 來齁 民政處跟計劃處喔,兩位啊 哦 蛤 蛤 蛤,兩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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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開始了齁 那就是,一個高文 好,請將筆 架表一個,我們三個一起啦 現在又要不定規定要不定會 還有什麼?我們三個 好,三位演聯合執行齁,請開始 聯合執行齁,請開始 首先我想请问一下民政处 我们有一个叫做住区专员 有没有 这是什么性质的工作 您说一下 这个是公共造产 因为我们在地风输军 难免会有一些民众 包括一些对环境的议题的一些 请县政府要做更注意的事项 那透过这个专员 我们是所谓住区是说 如果他现在开采罗东西 就是住在罗东西管制站 就是那个区域相关的乡镇 总共住区专员整个 要看我们的数据区 从我们1505年 我们在南洋客就有客人客人客人 还有一个赞 那是不是应该十二乡镇都有各一个住区专员 对 都你们管政府分身吗 是不是这样说 因为就我所知 他说他是服务当地的里长跟代表 我说我们这些议员 我就不知道你们有这号人物存在 你们服务了里长跟代表 那变成就是把政公所乡公所架空了 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事情 我们所谓的三级的这一个管理 应该是礼拜公室 然后再来政公所 才来县政府 是应该这样的一个层级 你们为什么在蝶床架屋 再放一个我们的住宿专员在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必要吗 有需要吗 那这些议员不必 他们就应用就好了 随人就去策略就好了 是不是 照理讲就是应该里长反应到乡政公所 代表反正在乡政公所 然后再到县政府 那议员的层级就是在县政府 跟这个政公所中间 做一个来做协调 那你现在放一个住宿专员 在要做协调 我们钱太多了是吗 不是这样啦 住宿专员 其实是其他交办事项 交办什么事项 我看到一些管政府的事情 其实都没有 没有下到这一个议员这边来 直接就跳过去 到了代表里长那边去了 一些事情 代表里长就直接一下就越级报告 直接到的县政府这边来了嘛 你们就是要这样子啊 一早就把这个二级的管理就把它实施掉了嘛 已经把乡政公所架空了啊 是不是这样说 不是这样啦 就是你做就是这样啊 你们已经在做二级的这个准备了嘛 郭委员 我知道你大概是对 对罗东家最近新的新进人员 他在外面的一种行为啦 不是 你 处长 我现在不要说针对哪一个 因为我现在是宜兰县议员 我不是罗东县议员 现在我要针对是整个宜兰县的一个问题 你一定要做这样的一个层层负责 不是说不是说你 诶 罗东就罗东解决 宜兰宜兰解决 不是这样 常常就把这个领完你就放在旁边去 反正我直接下去到这一个里长那边去就好了 那乡政公所也是把它放在旁边去 常常有一些的事情 不光不是只有我们的这一个我们处里面 整个宜兰县县政府都是这个样子 事情一跳就跳到 从这一个县政府直接就跳到这一个一起 这个是最底层的里长 甚至这个社区活动中心 直接跟中间的这些都没有关系了 这个不是我们该要这样做的吗 你把这一个所有的住区专员名单 还有他所负责的这个辖区的 那个在县长总指寝之前把这些资料提供给本席 可以吗 可以 好你请坐 不过我们不是住区专员 我们叫专员 哎呀你又跟我说 你的名片这样都印住区专员 我给你放的 再来那个服务员 首长在哪 你现在在服务员身边你最大 在这边做服务 这边做服务 那我问你 我们在这一个服务员的这一个清洁是谁来负责 报议员那个外包厂商 外包厂商 外包厂商 出的怎么样 还有改善的空间 哪里的改善空间你说一下 第一就是日厅在高庭的时候有点不够做 第二就是后日 什么都高庭的不够做 你说清楚啊 因为有时候他每一场的交替会 好啦你既然讲到这个 那我问你 我们一场一场中的交替是多少的range 报议员我们一场是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假设早上从七点到十点 这个是他几点要交出去 基本上是十点就是那个大厨要出去 十点以前还是十点那个时候 只要在十点之前都算是 大厨出去之后那场地下一个厨 下一个厨它是什么售接 就是立即交接 那你里面那些报庭 你不叫他 小金党一样 他打扫时间要多久 报议员齁在台北市都是两个小时 那因为我们有考到交接时间 所以才会安排在三个小时 市长你稍微听一下他在说什么 你看看 你大厨十点出去 你下一场是从十点开始 我问你你里面的报庭 你让他在一分钟之内 他能够清光吗 有法做吗 所以会布置跟清余同时进行 你大概在第一天到服务员 你十点大厨出去 有法说马上就清空吗 没有办法 所以 拜托过你要去护搜去 学学兽园 学学兽园 十点的厂 四十五分之前要全部交清 你哪有时候有十点才能做到大厨出去 十点要交出去 它四十五分 就把这个场地都清完 就趕快的就就這一個場地就可以交給下一個場地 所以他的大廚什麼時候出去 照我這樣說大廚為什麼要出去 報議員那我們來修正這個時間來做一個配合 你第一天來過後面是嗎 因為這是以前的傳統流下 不對啦 我也發現不對 所以我回去會做檢討來做一個修正 你來多久了 兩年 兩年了 現在才發現不對 來的時候就發現 人要完結路大多了你才發現不對 是 你這一個時間點 就是對人家他的一個限制嘛 我不知道你 後面比較久還是太久 欸 對不起我不清楚 你當然不清楚 你以為你懂什麼都在狀況外啊 處長 你說這樣怎麼辦 你也簡單說一下 對 你也簡單說一下 那個 呃 善後的時間 不夠啦 如果是七到十點是一個時段的話 那應該下一場應該要十點半以後才能用啊 要讓人 穿裡面要花開 因為我們給人家是三個鐘頭的時間 是 所以你的時間要怎麼做 就是很明確嘛 嗯 連政宿 你主管寺廟 你主管所有的 宗教 還有民 風宿 民間風宿 民俗 民俗 這個你基本的概念你要有啊 再用訂定這種時程 你要用那個時程啊 你明白嗎 什麼叫做時程 好時好時你明白嗎 嗯 知道嗎 知道 什麼叫做時頭 什麼叫做時尾 要交接 要怎麼用 這個包括借電 包括你中國好事 你這個基本的 你自己主要的業務 你們要非常的 而且民眾只有說 你們要再審視 你們要再做解釋 你們怎麼狀況 要怎麼教這個民眾 一個宗教理儀的方面 我相信你們好好地去檢討 開個盒子 這個包括 所有的借電 所有的這個程序 能夠簡化就好 應該是簡化隆重 讓往生者被尊重 而不是好像 跟他成為了 本所了解 就好像潮潮了 了事 這對往生是一個 不盡的行為 我們希望 在辦這種過程的時候 是應該很 很樹木 而且是很莊嚴的情況之下 我希望說 包括你們的所長 包括你們所謂的團隊 應該啊 好好去樓下 跟這些 地理書 應該好好開個盒子 研究一下 好 好 這個 處長 除了這一個剛剛提到的 那個時辰的時間以外 還有我們的 對於這一個 我們殯葬業者 他的這一個 合格以否 我們也應該要嚴格把關 不是說 自己比較好 他只要幫人家服務 做這件事情 我們就來了 就是說 我講的就是說 他要有他的合格的一個身份 這一個 他的這個 殯葬業者的這個資格 我們不去很注重他 但是至少他的這一個服務品質 是要被我們縣政府所肯定的 所以除了我們要求 我們要求我們的這一個 所裡面的這些服務品質要到位以外 我們也希望這一個殯葬業者 我們也希望這一個殯葬業者他們的這個資格能夠是符合 這樣才能夠讓這一個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是人生的一個大事 每一個家庭碰到這件事情的時候都是非常不願意 但是至少要讓解的說 他們這個服務品質是受到縣政府肯定 也是受到我們的這一個百姓所肯定的 所以至少他們要拿到一些合格的證書 他是一個合格的一個殯葬業者 所長我講的你了解嗎 所以希望在這一個我們在接受這一個殯葬業者的這一個 他來我們幫他服務的時候 至少他的身份是合格的 然後在我們的服務員 我就講這麼多年啊 我們不能光只走到退路啦 有一些事情 那個當然我們的這個所長他很有經驗 但是很有經驗 不是被別人牽著鼻子走 我們要有一個主張 就像之前我跟你講過 在那個禮堂裡面放了那樣的一個佛堂 你說這個不是 好 那個沒關係 因為可能有人跟他講了 然後他就做這樣的一個改進 但是我們希望整個的這個服務員 他的服務真的是到位 讓別人 讓他所有的這一個商家感覺 到了服務員是被受尊重的 而且這些往生者他的那個這個儀式是背景哀榮的 然後感覺是很舒服這樣 所以希望這個部分我們來做繼續再努力 我想兵贓的業務齁 這個尤其民主長應該要多多用心 包括印花林園在內所有的 還有北習上次也提案了 也要你們就是說要服務這個商家 尤其在整個停車還有交通的不便之下 我看你們府內還是要跟建設室相關單位還是要安排 好日子啊 尤其在好日子的時候 那個一味籃球車輛流量各方面 還有一些商家一些的可能的一些的安置的地點 我想應該你們要做一個通盤檢討 這個針對這個殯葬 包括我們 岩山或者是說櫻花林園等等 這個大概的使用各方面 這個應該怎麼樣積極 再來就是我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 明正處是掌管整個宜蘭縣內所有的各寺廟 那我請問一下 我們合法的寺廟 有分合法有登記的 包括地幕符合的 你應該了解吧 他的地幕是寺 或者是說他的地幕是符合各方面 我們宜蘭縣內 你簡單倒我一下 總共有多少的合法 包括地幕在內 合法大概695間 不合法180 那695間裡面有兩個現象 一個是 他的那個用地跟建築全部 屬於那個合法使用 大概300多 所以等於是還不到一半 那一半另外一半以上的那個違規使用 大概是他的地幕不符合 可能早期他是在那個農務用地上 他還沒有變更為特務用地 科長 你也做幾年了 國人你請坐 我給你探討一下 從中央內政部 就有全國要求所有的全國的寺廟 包括地幕不符合的 早期的 可能因為他們這個不熟悉法令 廟已經蓋好了 這些在在都應該來輔導 內政部應該 我記得應該十年應該十年十多年前了 有通令全國各地 對於寺廟全部 這一個輔導 怎麼樣讓他地幕能夠合法 這個簽證照 第一個如果是以前是用比如說農地 可能用假的名義來登記所有的全人 用假的名義來蓋這個寺廟 那已經經過好幾代了 還是沒辦法解這個問題嗎 我想我們政府 是應該站在輔導的立場 針對剛剛你所說的這麼多的 這些的寺廟 要怎麼樣讓他的合法化 包括地幕 包括所有的建物等等 我想應該產前 不要讓人造成後代的一種糾紛 我們要針對這些的寺廟 怎麼樣來加強來輔導 署長 你簡單倒我 這個案子在今年上半年 我們有召開的一個會議 針對 那個補辦寺廟登記 就是當時的寺廟登記證的 最下面的備註欄 有寫到他目前可能還沒有取得建造 或是建築物沒有使造 或者是用地還沒有完成變更 這幾個太陽的寺廟 有邀請他們一起來討論 因為內政部當時輔導期限 就像剛剛江源講的 其實已經到期 在中央還沒有針對這種的補辦寺廟登記證 就在地合法的政策推行之前 內政部也請各縣市政府針對這個補辦寺廟登記證的違規太陽 給予 輔導能夠去取得 可能是用地變更 或者是補辦建造等方式朝向合法化 那跟這些寺廟討論完之後 大概有些寺廟 開會之後大概已經有著手要來準備 不過因為這些程序涉及到經費也非常的 也是一大筆數目 要幾個萬去做這些相關的報告 所以目前我們大概是採用輔導的策略 那目前這幾個寺廟看起來 並不影響他後續今年相關的一些補助案的申請 因為他只要告訴我們說他的建築物 我發現到你想像的非常豐富 第一個這麼多的寺廟 是事實 我們不能睜眼說笑話 不單是要申請這個 那個是其次的問題 重點是要我們要 現在所有要交易老百姓 在整個合法 守法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站在什麼這個立場 政府林輔導的立場 本來就應該把他胡法 那個把他讓他包括地幕的變更 包括了建物所有的 第一個我剛剛強調 才不會造成 這些的 廟宇之間的土地所有前人 跟廟的一些的產生的糾紛 我想這樣子的話造成了 一代兩代三代 這是不是能夠造成糾紛呢 這是憲政府的責任 這是我們這種應該做的事情 我希望 今年是105年 我希望縱然這一次預算 沒有編列 我希望明年度的 追加減預算 你們針對那一些的 包括地幕 包括建物 所有的 要輔導合夥化 要正式編列預算 來輔導 做得到嗎 處長 我們嘗試用一個輔導小組 剛剛江源講的 呃 來佩地預算嘛 呃 佩地預算當然要 因為可能要協助他做相關的一些規劃 但是會教他方法 但是因為這涉及到那個廟宇私人 呃的一些呃 這不是私人的問題啦 因為假設說他沒有委員會 你們要輔導他成立一個委員會 信徒 第一個嘛 會員 會員一定要成立嘛 會員大會開嘛 對不對 信徒大會嘛 然後產生一個委員嘛 你這個這個本來你們理監事委 你們應該要來輔導他一個合法的登記 然後輔導他寺廟包括地務變更 包括這個建築物的 產生 這樣的話來讓一個永續的經營 寺廟也是一樣 喔 因為都是社會大眾的所集資的 我們也希望他能合法化 這應該沒問題吧 可以 但是我會你訂一個企劃 然後再讓 呃 議員這邊來了解 這個 我們希望你能夠真正做到 等一下我來報告一下 你瞬息一下 包括登記發言的次序 9號10號2號13號17號8號 31號21號27號4號31號3號30號16號6號11號5號23號28號20號19號1號29號25號25號15號14號18號12號以上 再來我請教我們 民政處齁 因為你是掌管我們首以宜蘭縣的 這些的宗宗廟 都原化的 那最近 我們大家所關心的 有一些的古蹟像昨天文化集 設定一些的文化古蹟 我想站在你這個業務的立場 你針對這些的宗教 寺廟 被劃定為古蹟 你的心態是什麼心態 請問處長 請你簡單答應 華定古蹟大概會對一些 維護 的一些作為會比較 有一些規範 一些 講難聽就說限制 其他 寺廟的運作 其實完全不受影響 吳谷廟這個案子 目前民政處 的態度大概是 也在等那個 文之審議 11月26 27號 開完之後 他應該會有兩個 兩種不同的 決議嘛 一個是 列入古蹟 一個是 那個 不列入古蹟 那如果是 不列入古蹟 大概廟就會走 他們之前 信徒大會 大家通過的走 新建 我想 相關後續的行政作為 縣府民政處 這邊會站在協助的立場 來幫忙 你協助是協助文化級 劃定古蹟 還是協助廟宇 協助廟宇 重建 呃 我想現在大概是尊重文治審議委員會的這個程序 讓他走完之後 後續 民政處 就會站在有兩種不同的決議 的 決議之下 來協助 我剛剛就請教你嘛 你是站在 這個廟方的立場 還是站在文化級的立場 呃 姜姨我可能要先講 縣政府是一體的 我不能夠跟文化局 你認為這個廟 廟宇 其實我們宜蘭縣 很多被納入文化古蹟的 包括所有的 銀行 包括所有人家的高處 還是廟宇 只要說人家 這是你的 好朋友 你的親家 你的手法 他的任內的傑作 但是我們就是沒有一個完善的配套 當然我們要看人家 這個歐洲的歷史古蹟是很好 但是要有一個一套配套的措施 不是你把他劃定了 好像歪了 不是把你洗 你也不贏 又理又氣 然後你也不管他 我們剛剛昨天就講到 包括我們整個宜蘭市 這些的文化古蹟 你也喜歡散落 點點滴滴 你也不像一些國外的說整個一條街 或是整個宜蘭市 或是說整個宜蘭縣 這樣一個點線面 造成一個文化古蹟的一個古城 那麼把他都呈現出來 那如果你這樣子做 我想應該你要站在這個業務的立場 你要 明確的表示說 這個五國廟 當然 整個社會的變遷 他已經 早期啊 我記得在十多年前 他們都已經提出一些的改善 這個修繕 那我們希望那個時候在爭取 包括文化 那個時候就是那個文建會 爭取一些的補助 包括他的 廟的修繕 你如果是對於他的這種古色古香 你可以按照同樣的建材 同樣的一個款式 應該做一個配套嘛 對不對 你應該會同 民政處 會同建設處 會同相關單位 來做一個專案 而不是由文化級來做一個指導 然後呢 那些指導人員都是外縣市 不了解我們宜蘭現在民風 民俗 民情 然後用這種 學者這種角度 他們坦白講 只是學術的論述 我們應該比較務實的做法 所以我希望你們未來 在民政處 不管是所有的廟宇 只要跟你們有關 你們應該很明確的 而且要站在福島的立場 這方面你們應該 站在廟宇的立場 來一個政體 當然你跟文化級 文化級 他也不是王爺專家 他還外聘一些的 線外的一些人 他對宜蘭的各方面的生態 他也不了解 這樣子外行來領導我們內行 外在外地人 來生我們 在地人 我想這樣子落差 實在太大 這個是希望你們民政處 要好 好自為之 這個是北溪 基於這個是 10月27號 你們這一次的 不管是公聽說明會 能夠表示你們的 當天能夠表示 你也要表態 站在這個面紅的立場 做得到嗎 可以 好 請坐 再一下 我們現在宜蘭縣 道路很多的興建 那棉牌整編 我想在不管是附贈 各方面 希望你們的腳步 隨著時代的變遷 要來 這個撇套 很多道路開閉了 那個 還是舊有一些的舊的 棉牌 我們希望說 對於外來 或是說在地 人家是一頭霧水 希望這方面 希望再琢磨一下 能夠編列預算 該要棉牌整編 就把一次到位 希望這方面 我是不說宜蘭市 應該我跟 師父 跟那個 那個 朱林立給他歡迎 這方面能夠在編列預算裡面 要呈現出來 處長 你應該要編列預算嗎 有沒有 有 好希望今年度能夠把它展現出來 再來我要請教我們計劃處 計劃處是掌管 在整個行政院的團隊裡面是整個經監會的角色 我們不管是說 您的角色 在這方面 我想 包括我請教一下 我們不曉得 對於宜蘭大學也好 或是整個宜蘭大學城南校地開發案也好 到目前還是 還是我們宜蘭科學延期也好 你認為 是不是對於現在 已經興建完成的宜蘭科學 到底已經 完工了多久 我們招商情況如何 還有加上我們的宜蘭大學城南基地的開發案 還有宜蘭大學城南基地的開發案 當時有三個決議 第一個決議是 他到底有沒有花到兩億八千多萬 這個部分已經由主機相關單位已經確認了 第二個部分就是 他沒有來有沒有罰責 這個我們確認 在備忘錄裡面是沒有罰責的 第三個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未來還有八千多萬的金額 我們這邊應該要支付的部分 是不是能夠由教育部這邊來協商 那這一個部分 我們在 十月的時候 這九月的時候我們已經拜會過教育部 教育部願意來協助也召開過第一次的協商會議 那目前這個金額的部分 教育部目前很有意願跟清華大學跟宜蘭大學跟宜蘭縣政府這邊三邊來解決 那持續的會議我們會 持續來盯這個部分的進度 那目前的開發的部分 還是由宜蘭大學來承接的可能性最大 這個是有關宜蘭跟清大中間的關係的部分 那至於 科學園區這個部分 我想各位議員應該都曉得 科學園區的主管單位是在科技部 科技部他在一開始設這個園區的時候 設定了兩個標準 一個就是類別 類別在通訊知識 在數位內容 在研發的部分 他設定了三個類別 第二個部分 他在環評的部分 設定了不得量產這兩個條件 所以 不管是 定位上面 或是在招商策略上面 都是科技部已經設定了相關的內容 可是宜蘭縣政府這邊 因為科學園區設在宜蘭縣 我們在招商的部分我們責務旁貸 所以 吳副縣長這邊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專案小組 特別在協商 在幫助他招商這個部分 可是 剛剛講的 定位跟招商策略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說科技部能夠有更進一步 有比較 進一步能夠解套的一個方案出來 所以 我們縣長在102年 以及在今年 我們都拜會過科技部 目前朝兩個方向來處理 第一個部分就是 在招商這個部分 宜蘭縣政府跟科技部 科學園區這邊 會積極來拜會廠商 希望說能夠引進 更多的廠商能夠進駐到宜蘭來 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我們以實際行動來處理 第二個部分在定位上面 除了招商之外 我們有沒有可能 由 工部門這一邊 包括中央部會這一邊 以身作折 就是說如果有相關部會的相關的 單位或是研究機構 我們優先設置在科學園區裡面 作為吸引 廠商進駐的一個先決條件 這個部分如果有可行的話 在招商的行動 以及招商策略上面 兩方面的加強上面 未來招商的 方面應該會比較順利以上 如果像你所說的話 我們這些的科學園區 要等待何時 硬體 按照你的工作報告裡面 所有的 已經在完成了多久 使用到現在 單獨 好像聽說只有兩家 我們投資了這麼大的一筆 把這個依然是最精華的地區 開發為科學園區 既然我們依然現在是這種招商 你剛剛把這個責任 退給中央科技部 法律是人在 人在定 不是一成不變 當發覺不對的時候 就應該立即反應 如果像你們管理這種 三年三年三年半兩年半 後兩年就要下任嗎 你們這些觀眾團隊 難道也要跟他一樣 全部都下任嗎 你現在你的 個性是個家的房子 你責乎旁貸 宜蘭縣 就在就業的問題 包括 所有的一些的 我們 包括宜大也好 你剛說的宜蘭大學 產官學要怎麼來合作 如果是研究單位 誰要來這邊研究啊 能夠創造多少的工作機會 再再度顯示 你們的宜蘭縣政府的團隊 包括你計劃處 包括你工商旅遊處 包括公車位 包括所有的你們的 行政所長 縣長副縣長 全部都有責任 我們議會 包括你們送來的預算 難道有 對一些的維持嗎 完全沒有 包括你們所謂開花的 中興文創區 一樣 你要畫大餅 畫一畫這個清華大學畫一畫 然後這個新娘又逃跑了 你說這個聘金嘛 不用逃 也不用賠 結果比較好 來把這個事情保護 來處理掉 應該 連我們過去的所開闢的 所投資的 不只是八千萬 連勉大利要追逃回來 你我們 好夜觀嗎 有這種樣的富有了 財政嗎 處長 你說 想法律的層面 是不是應該去追逃 去查封 按照法律的層面去做 處長 前陣子我去大陸 參觀了一個他們的大學城 但他們的大學城是怎麼樣子呢 就是一個區域裡面 就是一個區域裡面 一半是全部都是學校 另外一半呢 他就是不是工業區 他就是做一個 這一個學生的培訓的一個 這個是 技術中心 我們的這一個 宜蘭 宜蘭的這一個 我們的科學園區 創成這樣 然後 招商也沒辦法進來 那剛剛江議員提 我們是不是要 要索賠 浪費了我們這些資源 然後呢 那個清華大學 也被騙了 不過現在 現在還要來換換換一大 所以這個問題 會是這個樣子 我們腦筋要不要轉彎 要不要想一想 我該怎麼樣子 讓這一塊地 這個這麼精華的一塊地 讓它活起來 而不是整天看在那邊 就是 磅牛吃臭啊 到目前為止 縣長上任 已經邁入第幾年了 你看看 幾家進來 在10年我看也是一樣 那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做檢討 計劃書這個部分 我們要不要來 要檢討一下該怎麼做 完全沒有在做事情嘛 怎麼樣來檢討 把這個地 做一個改變 一定要比照這個新竹科學園區 台南那邊 高雄那樣的一個 科學園區的模式嗎 在宜蘭 因為我們的環境特殊 可能就沒辦法這樣做 我們轉一個彎 可以嗎 處長你說一下 那個一併打虎 剛剛說的 我發現到你們 有到過這個 包括假日或是會假日 你們要到竹科這樣繞一下嗎 有嗎 那你有一個 有一個特色狀況是什麼狀況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 可恥 還說你經常有去看那個地方 叫做教練廠 我們花了這麼多的錢 包括汽車教練廠也好 或是機車教練廠也好 投資這麼大的一個成本下去 竟然是變成這樣一個 淪落這種地步 簡單打呼了 要怎麼樣 你又轉乾坤了 跟江議員吳議員報告 剛剛已經有提到 我們跟科技部這一邊 目前也針對科學園區的定位上面 我們希望能夠超越剛剛提到的 三種類別上面 所以在研究的部分 我們也希望說學術單位 包括儀大 包括 楊大 這個我們也希望說在 不管是未來 智慧交通 智慧通訊 物聯網上面的相關產業 跟類別能夠解決 依然現在目前面對的問題的 這一個部分 都能夠不管是工部門 或是私部門的產業 或是工部門研究中心 都能夠進來 這個部分我們已經跟科技部這邊 已經有基本上面的共識 所以在定位上面 有突破了之後 未來這些進來的 那相關的產業就會在這邊群聚有發展 這個大餅 你盡量去畫 我不曉得到底 你把你的想法 用書面的報告答覆過來 在現場總書之前提供給我們三位同仁 處長 這幾天的大條新聞是什麼 你知道嗎 吳議員指的是有關福島 核災相關農產品的開放問題嗎 你有沒有把這個資訊給縣長報告 你報告了什麼 我們這邊有接收到相關的訊息 那我們這邊會有 你知道 池廠公聽會裡面宜蘭有沒有 這個部分應該是農業出的業務 不過我相信應該是會有 你對於現在的民意的七項 你應該第一個掌控 要提供給縣長嘛對不對 對 但是你有沒有跟縣長講報告這件事情 我們目前有匯整相關資料 包括目前新聞資料上面的 你做了這個動作了沒有 有沒有 我們有回報相關的訊息 你跟縣長講了 宜蘭關沒有公聽會 是不是 宜蘭沒有輸了 對不對 這個部分我們會再跟 農委會這邊 已經結束了 我們會在 十場公聽會在昨天早上就結束了 宜蘭有沒有 宜蘭沒有啦 宜蘭是什麼 宜蘭頭嘛 台灣頭啊 對不對 第一個往前衝 沒關係我們都不怕死 我們都要接沒關係 是不是這樣子 你都不用來 我們不需要你的公聽會 我們絕對支持 小英的政策 是不是這樣說 跟委員報告 福島發生核災之後 我們是第一個 縣市政府進入到 福島災區去看的 那你坐下 我知道 我們去了解了 但是現在我們就是 我們為我們的 我們的縣民在做把關 我們要了解啊 你看看人家台中花蓮有沒有開公聽會 有啊 你記人有沒有 沒有嘛 為什麼沒有 民民坚說 你有跟縣長講嗎 你沒有嘛 對不對 是不是要跟他講 縣長做了什麼 在你們的工作報告裡面 你們是最重要的 就是為民服務 還有研究發展 探索民眾 對縣府的政績 還有一些的評價 你們有委託 歧視民意調查 辦理宜蘭縣政府 民意調查 還有一些的問見 等等 但是有一些 抱歉啊 不抱憂 我們說好的一面 敗的一面 你們是做 一個調查的 你們是最前端的作業 竟然就是這樣子提供一些錯誤的信息 包括地價稅一樣 包括房屋稅一樣 包括所有的 老百姓的健康 食安的問題也是一樣 都是 麻木不仁 等到事態發生的嚴重性 才的亡羊補牢 這是你嫁回家 改造的政人嗎 這是哪一科 哪一科 叫做衛民服務科 這種名字可以改了啦 不是叫做衛民服務科 你是處長 你做這種調查 提供給一些的 首長的一種施政的政策 的方向 方向走馬 難道我們宜蘭縣 要來承擔這些的 所謂的 人家不要的東西 我們都來吸收 人家不願做的事情 我們搶第一來做 這是宜蘭縣的施政 是這樣的施政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未來你們這個審裁預算的時候 沒有發揮這種功能 這筆預算可以刪除掉 不必了 也不要委外了 我希望你們進化處 應該要好好扮演 一個小內閣 一個金建會的角色 人家說中原女兒 該講的話就要講 而不是講一些 我們說一些好聽話 不能講真話 就講那個 馬屁話 剛剛本席說的 包括清華大學 包括宜蘭科學園區 等等 在施政總報告之前 縣長總報告 總日之前 你要怎麼一個規劃 剛剛我提要要求 要 索賠 包括清華大學索賠 追討 這筆款項回來 做得到嗎 然後這個書面答覆 你不用答覆了 因為時間有限 請主席列入紀錄 主席要列入紀錄 列入紀錄啦 就剛 我們在講什麼都不知道 列什麼 說一百萬也一樣 好啦好啦 那列其他是這樣 民政處這邊 今天我們已經 聘請了一個 我們很優秀的 這個 這個園民的這個 同仁 在當我們的園民所的所長 那但是 我知道這三位 我們的 三位議員 我們原鄉的議員 對於這一個 園民的這個業務 當然有這麼好的一個所長 但是 還是有很多的問題 沒有辦法讓他們有所感 那就像我們在這 阿里元 他的這一個 我們平地 平地原住民的 這一個 他們的這一個 活動處所 他就是 每一天 常常就是在 為這些事情 在做 奔坡啦 常常呢 他是 在第一線 所以 讓他 讓他和他的族人 感覺說 我們的 這一個 縣政府好像在欺負弱勢 他們 只有少數 少數一些人而已 讓他們沒有所感 所以 對這種 園民的這個業務 我不曉得 處長 你 在這一個 他的你的這個 執長底下呢 你對他們 有什麼有什麼幫助 做了什麼 沒有 你簡單說一下 哎 哎 好啦那個你說 我不要讓 社長說 我想 圓民所他不是 指 縣府那麼多的單位 在服務族人 不是只有圓民所的 公 這個單位就夠了 那民政處跟圓民所的關係呢 就是 在協助圓民所跟單位的橫向聯繫 跟農業處 跟漁管所 還有跟縣府的相關單位 包括財主在邊預算 還有合銷上的一些問題 其實大概 在處本部這裡 需要協助圓民所的 部分非常多 尤其是 大概議員也清楚 兩大圓鄉的那個 所有的重大的公共工程 大概就是縣府相關單位執行 那縣府相關單位執行 其實會落在 農業處跟公務處 那因為圓民所沒有工程人員 那 第二個大概 處理頭可以幫忙的 就是 在公文品質上 那 因為在 之前 在縣府在承辦 那個泰雅商圈的時候 有發現到 當時的同仁 好像有一些 中央的來文 那個時效過了還沒辦出去 導致圓民會有一些 事項來不及通知 所以在 之前的處長也要求過 圓民所相關重要的 一些事項 必須公文要乘到 處本部來 那以前可能在圓民所就 絕行掉的 那所以現在也秉持 這樣的一個 方式 所以我們在 公文品質 也在協助那個 圓民所 處長 我要提的 除了這些以外呢 昨天我有聽到 一些議員在 就講說 前幾天 就是在 撰尾那個地方 有一個 我們 阿里議員 他們要 要求的 有一個場所 要租借的工作 但是 站在 縣政府的立場 你應該是站在 議員的前面 來幫 這兩個 我們平地 原住民 跟在地的 鄉親 他們之間的問題 做一個 做一個解決 而不是把 兩位議員推在前面 讓他們自己 自己去解決 因為 這樣會造成同事之間的一個誤會 因為你 公部門的立場 你以操然的一個立場 來幫這兩個族群 做一個 做一個解決 才是縣政府要做的 處長我在說什麼 你知道嗎 你在講校威 武捷校威 撞威 撞威就是那個 廢棄的軍營 文化局的那個案子 因為 對 當地 可能 對這一個的使用 他們有一些的誤解 所以造成了誤會 那 這個部分 其實以你們的立場 你們應該是 跳搓出來 幫這兩個族群 做一個解決 為什麼放在這個地方 能夠解決什麼 然後 把這一個平地原住民 放在這個地方 能夠給 這一個 附近的社區 帶來怎麼樣的 一個益住 這才是你們要做的 但是我不曉得 為什麼 反而是 議員跳出來 來做這樣的一個爭執 這個不是我們該做的 所以 我希望 我們應該是站在協助 兩個族群的一個 一個問題來解決 而不是把他們 給他好了 就給他 讓他增加他們的事情了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那個阿立援 好謝謝我們吳議員 那個 我們的主席還有 我們兩位處長 還有各所的所長 以及科長 大家早安 還有我們的議會同仁 那剛剛針對我們那個 吳議員所提的是 是狀為的 其實這個問題也一併 跟我們當初 校威的狀況是一樣的 我覺得我們的 民政處 還有我們的 圓民所在這個部分 真的是 每次都讓我們這些議員 好像單打獨鬥 直接針對 因為我們宜蘭縣內 是以漢人為主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一個區域 波用或者是去使用的時候呢 都讓當地的居民會有一些 跟我們不同的思考方式 實際上當初我們縣政府的原因是好的 讓我們有一個場所 但是到最後都會讓我們跟 跟周邊的鄰居 或者是社區 會有一點點對立的感覺 為什麼會這樣子 是不是我們的 民政處這個地方 在協調的 這個當中沒有事先跟我們的周邊的人 尤其是社區 做一些結合或者是去通告 我覺得這個部分在未來 我們的民政處應該要更努力 還有我們的 圓民所的部分 再針對我這一次 這個護政業務 我也知道 我們民政處在管理 所有宜蘭縣的護政系統 但是我記得我們104年的時候 我們的處長 你記得我們各所 我們有一個 頭城 蘇澳 還有我們的三星 有一個友善窗口 是針對我們原住民的嗎 為什麼現在沒有了 可以回答一下嗎 議員喔 那個目前是 十個鄉鎮 就是平地的鄉鎮 都還有服務櫃台 只是那個志工沒有當初 為什麼沒有志工了 因為當初有向議員報告 就是志工的人力問題 所以改成用電話的方式 這個是志工人力問題 但是你們有協助去輔導 針對這個部分 針對這個部分 你們當初讓原住民可以講族語的族人 過去我們的護政事務所系統的部分的時候呢 你們連那個 他們的交通補貼跟中餐 都沒有協助到 所以到後來我們的族人都不願意去了 你們連照顧都沒有 還說這個志工系統 假如是完善的話 你們也會頒發那個證書 以及他們的交通補貼 還有便當 到目前為止 從104年的 年中 到現在 你們都不問不問 這樣是 你們縣政府對待的態度嗎 為什麼每次碰到我們原住民的事務的時候 你們就是用這樣子 默示 向遠報告 這個部分是 人民所規劃的 這個主任是在 處長也可不可以 說明一下 104年8月1號 當時在 戶所 三個戶所 有成立那個翻譯志工隊 那後來在執行上碰到 第一個人力其實在 因為是利用那個 非假日 所以 有些志工 大概 因為他要 忙農作 或是其他工作因素 所以出勤的狀況不好 處長 謝謝 其實 這個 這個原因 我們去年在質詢也討論過 其實最大的原因 其實我們的族人感受到的是 你們根本不重視 當有一個人要去協助 去幫忙做這些事情 然後你們都不問不問 然後也一些交通補貼跟中餐都不 不支應的時候 假如是你願意做這樣子的事情 請 議員我大概知道您 關係的問題 我想 議員是希望有真正有翻譯志工在現場 能夠 面對面跟 提供族人一些 一些 諮詢 或其他的代位的服務 那我想 這部分 我還是 期許 我們圓民所 把這個任務扛起來 那 護所 的部分 是大概是 提供一個位置 然後再來 相關費用 我們從圓民所這邊來張羅看看 如果沒有到 我想 大概從我們 護所相關的業務費來支援 但是 資工隊的部分 還是到時候要請 議員來幫忙 可不可以在總質詢之前 給我一下那個書面的 因為時間不多 好不好 我還有其他的要問 官員我要強調是 我們的服務 還是沒有 沒有 沒有不服務 就是他到 到那個 護所現場 我們用電話 請圓民所的相關的人員會的話 翻譯一下族人 他在講的意思 然後馬上提供 那個 線上的服務 好希望這個部分 我們那個 護證系統再更積極一點 好不好 我們不要每次感受到的是 我們的族人打電話來 然後不問 好 這個是第1點 再來第2點 我想了解一下 來處長我請教你 針對我們宜蘭縣的客家 還有新住民 以及我們原住民 你做了哪些 你能不能簡短的 給我回覆一下 我想大概 對 語言 還有相關的文化的 一些傳承 那 原住民部分 當然做的比客家多 多很多 因為它 是一個機關在服務 而且 有三位的 原住民的議員 在這邊 請縣府 一定要做很多 包括硬體 軟體跟軟體的建設 提醒我們 應做事項 那在客家的部分 大概 在釋出了 童花季天川日中 重大的客家意象的活動 一年半 各一次之外 當然我們也配合 客委會 在做相關客家生活 廊道一些營造的規劃 把宜蘭縣到底哪些 客家族群的 聚落 把它 利用營造 把它營造起來 那我想這部分 今年福島的 東山相公所 來做 那明年是有大同的 玉蘭 還有我們宜蘭縣 全線要做整體規劃 我們其實客家部分 已經慢慢慢慢 陸續在做相關的 整體規劃的案子 好謝謝 其實我為什麼會提這樣 因為我們宜蘭縣目前是非常多元的一個族群 而且在我們宜蘭縣 不只是我們客家 我們的新住民 還有我們的原住民 就已經佔了14個族群了 其實我在這邊要期許的 就是說我們民政處 向下我們還有一個圓民所 在這個部分 我們應該在橫向聯繫上 把這些少數的 原住民族群 以及我們的客家 還有新住民 這個部分 你應該要更積極的 看能不能在有些 活動也可以 融合的 讓我們的宜蘭縣 對待我們這些 族群能夠更 匡容一點 這個是我們的期待 但是我這邊要提一下 就是說我們宜蘭縣 我們客家 客家族 族群這邊 有一個叫做 台灣語文協會 我記得我們 有上次有討論過 有一個客源新語的大家學的這個節目 來我現在請教一下 這個現在已經開始進行了沒有 已經進行了 然後我們宜蘭縣內的 客家族群 新住民 還有我們的原住民 有多少人在收看 知不知道 已經開始了嗎 原住民的部分開始了沒有 開始了 我們一點都不知道 全宜蘭縣的原住民知道在這個 我剛剛看到 聯合有限 電視台播出 我覺得這個部分 你們應該在做宣導的時候要讓我們事先告知啊 那你科長你先告訴我 你們的目的是什麼 開設這個聯合有限的這個 客源新語的最大的目的 主席 主席 感謝阿麗議員的那個質詢 那我們會辦 會 會推這個節目是因為 希望說 藉由比較大眾化的一個 電視的傳播 讓大家能夠 看到我們宜蘭 就像剛才 那個孫湯議員講的 有我們有 好 是多元的 我們希望把這個 好我相信 這個目的是不是要讓他們 從這個 在看電視當中也可以 學習到自己的族語 也聽得到自己的母語 對不對 是 但是呢 原住民人知道嗎 新住民知道嗎 還是客家族群知道嗎 我想 應該是 知道只是說 有的部分 我現在要提的時候 當我 當你已經要去推行 這個是德政啊 非常好啊 但是呢 你沒有讓我們的原住民 事先知道這件事情啊 根本不會去播嘛 是你們一味的自己 把這樣的原意 美意 都抹煞掉了 我們可以大大啦啦的告訴 我們的族人說 在那個聯合有限的時候 會有新聞過後 會有我們原住民的母語 不會學的 你可以在那邊 好 每日一語 學 每日一語 可以學原住民 或者是 新住民 以及是我們客家族群的 對不對 這麼好的美意 你沒有讓我們事先知道 讓我們去做一個宣導 就一味的在那邊鑽著去做 我覺得一點意義都沒有啊 了解 我們會再加強 要開播的時候 你應該是先讓我們知道 我們用 更多方式去宣導 不管是民政處也好 或者我們的原民所 你們甚至一個跑馬燈都先跑了 要告知說 可能是什麼時候會有這樣的一個語言 這有沒有辦法做到 跑馬燈的部分有沒有辦法 好我們來改進 因為你說已經開播我們都沒有人知道 等於是說他從第一天 假如說從第一天就開始學習 從開始打招呼到最後可以講 一整句 對話 是不是很好 對 所以這個部分我希望我們的那個 客家 台語協會的這個部分 要多努力 然後我希望民政處處長 我們的邵處長 我希望我們原住民的部分 直接編列一個預算 是針對 原住民族群的這個 聯合有限 不是只有 泰亞語 也不是只有阿美語 我希望還有 我們葛馬蘭語 甚至我們的排灣語 還有北南語 都在裡面 以我們比較大眾的 一個族群 好不好 可以嗎 處長 明年可以看到這個預算嗎 我想這個應該 我們要促成 其實議員 今年台灣語文學會這個案子 其實本來就只有課語 是因為今年在議會質詢 您特別提醒我們 應該要 多加 所以我才說這是美意 結果沒有去推廣出去 因為您的建議 我們就把新住民 還有 平地原住民住的最大多數 阿美族的員也加進來 不過我可能要補充是 跑馬燈部分 我們會來加強 但是我們臉書 我們新聞 也都做了 民眾如果不看 你們沒有讓我們知道 我們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好 那這部分我們來加強 我們應該再把時間 跟相關的 原住民的團體 很好 當然還有議員 這部分讓你們知道 開播日 跟開播的時間 因為時間很短了 來 處長 我再麻煩你一下 針對我們都會去的原住民 你想要做什麼 還是你已經做得很好了 我想聽處長說 應該讓他說 因為他七月份來到現在 應該有些了解 那我們請 所長說 針對 除了我們的兩鄉 大統南澳以外 都會區的部分 你希望要 做多少的 積極的努力 在這個部分 我們是 在都園的部分 我們會有 那個 四大項會來去努力 一個就是文化傳承的部分 我們會結合部落大學 還有一些相關的民間團體來做文化傳承的 還有主語的部分 還有在產業的部分 我們是希望能夠 建立一個 那個都會區的那個 文章的一個銷售平台 現在就是 我們現在有在規劃綠博 園區裡面 就是有兩個區塊 我們是希望那邊能夠 未來 這個部分還在跟農業 農業處那邊協調這一塊 就是未來 那邊是不是能夠提供 變成我們一個文化 創意的一個平台 另外在社會福利 明年我們會 爭取來去 開辦一個都會區的原住民家庭 服務中心 然後來去做這方面 然後另外 在那個 有關於多功能的部分 那個 明年我們也編了 三百萬的一些規劃會 我們會來去做這方面的一個執行 那個首長 你漏了一項 我們有到宜蘭市公所的後面 那個點也是非常好的一個賣點 你要積極啊 不能這樣子 但是你既然從中央到來地方服務你就要積極角色 再來我們要求計劃是 從你的工作報告裡 我們很多的重要的施政是在107年要完成漏城 你把它做一個統計表 那個韓國給 所有的 不自然你的 這個各部 各個科級 各級市都要 好 好謝謝 以上三位議員的執行 那現在我們來 繼續來請 黃議員 黃士請議員 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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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局處長 各位同仁 各位聯絡人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想請問那個 民政處 我們那個兵役 兵役相關科 你們在做 一蘭 一蘭的相關的 確認 相關的通知之外 你還為 一蘭做了什麼 主席 報告黃議員 一蘭的話 在我們入營之前 從他兵調開始 我們 不只在兵調 如果他在學校 我們透過學校 來跟他們把一些 相關的兵役的訊息 都通知 透過學校來通知一蘭 那如果他 那個 畢業之後 後續的一些 包括 兵調 或者是體檢 或者是 抽籤 包括入營 我們都有一系列的 這個 好那請問他當兵之後 是 那個相關科是又做了什麼動作 當兵 他入營之後 是 那當兵之後當然我們 都有 持續跟 新訓中心的部隊 隨時都有保持聯繫 好那 那下方部隊之後呢 下方部隊 那 如果他 在部隊裡面 如果有發生問題 部隊反應上來 我們會積極的去 去協助他 那我想說 這應該 不是這樣子啦 就說應該是我們主動去關心 在宜蘭縣出去的 每一個 每一個在 軍中 軍中當兵的 任何一個人 我想應該是主動 主動去關心 因為那適應不良各方面 可能 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容易 好我想那個 那個宜蘭縣政府有這個 責任 有這個 義務要做這些事情 你請坐 我想應該是未來要做這種事情 因為我們也去協調過 很多的軍人也很可憐 好你請坐 請坐 我這邊想請問那個 冰占管理所 請問什麼叫做 綠色冰占 這是那個冰占管理所跟民政處一直在乎的一直要求的 主席包議員 綠色冰占 主題就是希望能夠推 那個電子晚年 是 所以我要問你說你 電子晚年在你的相關 你可以 懲處到壽緣嗎 你可以懲處到其他的相關嗎 殯葬所嗎 或者是宜蘭縣政府可以懲處 萬一他不符合你的要求的時候 報議員 因為遺風易暑不容易 所以在初期 盡量宣導說 各單位配合 不要使用那個 晚年 那請問多少年了 你這個規定 這個行政法出來多少年了 是 今年 今年才在推 那個戶外的 使用那個電子晚年 好那你請坐 那我再問你 什麼叫晚兒 什麼叫晚年 你一直跟我講晚年 我聽不懂 報議員 應該是講晚兒 但是 台語 講習慣 好沒關係 那請問那個 我們在宜蘭縣還有多少的晚兒出現 報議員 目前 還有對不對 對還有 宜蘭縣議會 請問哪一個議員沒有晚兒 每一個人都還在有 那你為什麼不要要求我們 要求宜蘭縣議會改變 宜蘭縣政府希望各單位都能夠配合 不提供那個晚兒 對啦 就是100年到現在不提供還在提供嘛 現在是105年嘛 所以我講說 那到底是 晚兒在宜蘭縣還有多少 那我們一年要燒掉多少 那什麼叫做 那個綠色冰障 那這就是 污染冰障嘛 對你請問你那個處長好了 處長 怎麼辦 你們推了5年了 然後告訴我們說我們要用電子晚年 告訴我們說 假如說業者違法的話 你要 停權處理 好 然後 其他地方你可以處理嗎 然後宜蘭縣的晚兒又這麼多 我想沒有減少半塊 那怎麼辦 那又說綠色 綠色直勝 又說綠色殯葬 那請問這個晚兒 還是持續怎麼辦 署長 我想黃議員的問題可能要分 幾項來說明 第一個是那個晚兒跟晚年 兒的話是橫式 連的話是垂直這樣直式的 所以一般 大家應該是講晚兒才對 第二個剛剛您提到那個 相關的違規可不可以跨區或跨縣市去做財閥 這是 跨鄉鎮 跨鄉鎮是不行啦 不行啦 所以民政處沒有管到其他的殯葬業者 殯葬管理所 殯葬葬 殯葬場場域啦 我們目前 服務員這裡 今年有一件 他是懸掛傳統晚兒 那因為在服務員早就全面禁止傳統晚兒的懸掛 那業者都清楚 那當天業者是在 廠部結束之後 家屬拜託 花店業者 把他掛上去 我今天要跟你講的是說 你既然說綠色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減少 任何 一件的晚兒 其實有 我相信沒有 只要多少個議員就有多少個晚兒 其實有 不是沒有啦 那有多少 那你跟我統計 這五年來你這到底減少多少 不是五年 我們今年九月才開始推動 那個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多少 你給我這些資料就好了 在憲政總質詢之前你請坐 那第二個就說那個 宗教旅俗課 我想請問你 寺廟宮廟合法化 宗教旅俗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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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到中央去 特別拜託或請立委協助 感謝汪議員的質詢 這部分其實 在寺廟合法化方面 在土地方面 其實我們現行的法令 針對土地方面是有輔導 法令這一塊 現在就是有一部分是 針對特農的部分 目前中央是 有一個 有在做調查 目前是還沒有 比較確切的一個 這就跟宗教旅俗的農地政策雷同 很難改變 是不是 到中央去拜訪 用什麼東西合法化 或就地合法 或怎麼樣的模式 我想這是你們怎麼做的 我們一樣 這些東西不會改 你請坐 那我再請問 兵戰管理所 富奇的模式 富奇的模式 是怎麼做 我們所有人就是當我對這個團隊有貢獻 或長期在這邊競贏 或我做了 豐功偉業之後 那我去世的時候 我的棺木上會被富奇 你告訴我這個程序怎麼做 抱怨我在福元所建的話 目前 我要你正常程序 我不要福元所建 我也建了20年了 抱怨 我這不太清楚 所以你可不可以問一下 是 我們的富奇模式很像都錯誤 我希望你給所有的 商家 所有的那個 師姨們 很正向的 很正式的那個 正式模式 這樣好不好 那你也要給我 給我那個方式 你可以問清楚 好 那我再請問一下 在那個 你不要做了 宜蘭縣人頭老化在我們的民政處的調查 越來年紀越大越來越多 老人死亡人數跟老人老化人數越來越多 請問你可以預估現況在全線 殯葬的 空間足夠嗎 不管是火化 不管是我們理聽 還是其他的模式 然後第二個 宜蘭縣的殯葬 讓所有的人 在外圍的所有人 你有去管理嗎 還是就讓他隨性 好 請問 報議員 第一個問題就 人口老化 殯葬使用設施的部分 在火化爐的目前宜蘭縣 壽源兩座 服務員三座加起來五座 那一天的即日的話 服務員可以服務27個人 我希望你給我未來夠不夠 然後我們需要那麼快開放 還是不用那麼快開放 你給我書面資料 那個 主席 列入紀錄 兩個 一個就是 一個就是我們那個 富奇模式 正式模式 我想以示尊重 所有的傷者 第二個就是說 那個 那個 宛額 宛額 我們是不是要減少 那個量數 這幾年 我們到底是 燒了多少 多少幅 然後我們 減少多少 二氧化碳的排放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剛剛跟那個 那個 冰藏管理所所長說的 就說 我們的 死亡 預估死亡人數 那未來我們需要增加多少個 那個 李廳 增加多少個 火化空間 或增加多少人 好 這個列入紀錄 那我想請那個 計劃處 那個 縣長 目前做了超過 六年的 縣長 執政團隊也 也 一直在更新中 然後也一直在努力中 也一直在被批評中 親他們 還有剩下兩年 請問 所有執政團隊做的東西 你有感嗎 跟華遠報告 那宜蘭縣 目前我們覺得 我們做的比較有感的部分 是在社府跟醫療上面 這個部分 尤其是在老年照顧 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領先 在 其他縣市的前面 這是一個部分 那另外一個部分 在環保上面 我們持續的在永續的 發展上面 目前我們也是 走在 全 全國的 前面 這兩個領域上面 我們大概有信心 我們是 做的 相當有感的 那我可不可以請問你 假如說十年後 二十年後 你是一般民眾 你對這六年來的 宜蘭縣 林聰賢縣長 做的所有東西 你會記得什麼 當然因為近年來 大概有一個限制 就是財政上面 我們大概比較有 重大的限制 所以這六年來 我們在 重大工程上面的部分 我想不會跟其他 之前的 歷任縣長 可能不會有那麼大 那麼多的大型的公共建設 可是 我們在衛民服務上面 剛剛提到的 不管是在環保上面 我們的領先相關的 設施 包括在 有機上面 在食安上面的 在社府醫療上面的 我想 這個部分 尤其還有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在教育上面 我們也奠定了一定程度的基礎 我想這些 軟實力的部分 也是未來 在國際上面 城市競爭 非常重要的 你今天還會記得 十年後 二十年後 你還會記得什麼 因為這是過程 我是覺得 軟實力 反而能夠持續比較久 目前大概 國際比較 宜居的城市上面 都是以軟實力 來取勝 因為整個 全球上面的趨勢上面 未來 減碳或是永續上面 大型的建設 可能會 在全球上面 都會逐步的降低 可是在讓 民眾更宜居的上面 會更加強 所以我是覺得 軟體上面 宜居上面 讓民眾能夠更享受生活 這個部分 可能反而是 未來長期發展 更重要的一個部分 我想你當計劃 主要行銷宜蘭縣 應該是能力很強 那所以我要同事問你 104年11月 宜蘭縣政府有做個民意調查報告 請問105年的出來了嗎 還是做了嗎 還是要做嗎 跟環議員報告 這個部分我們現在正在做 預計成果會在12月下旬 才會出來 好 謝謝 那我其他時間 就吳鴻某議員 議長 處長 還有各位科長 跟我們的主任 請教我們計劃處的 處長 我們 我們的房子 有五個 五個科 這五個科裡面 你的任務 哪一科最沒用 簡單就好 你講 應該分類別啦 我們把它分兩類 兩類上面 資訊類跟 我們 未免服務類的這個部分來講 資訊類的部分 其實我是覺得 他們 目前兩個科 在宜蘭縣的負擔的資訊的 相關的業務上面 都還 有一定程度的忙碌度啦 那至於其他三個科 當然 業務上面當然會 我們目前覺得 量還算蠻平均 可是因為 攪拌業務上面 以及整體性上面來講的話 中規科會比較忙 以上 好 你現在說的就是 資訊科比較沒用就對了 其他衛民服務科 管制考核科和中規科 這個比較沒用就對了 我來請教 衛民服務科到底是衛民做什麼事情 我覺得很懷疑 衛民服務科好像是 做假的 怎麼說你知道嗎 好 我們現在來講 就是說現在什麼 現在 目前最項目的 地價稅 漲稅的問題嘛 你們 計劃處應該把 衛民服務科跳出來 成立一個專門來負責 協助農民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科專門來 由農民來生物 這個問題呢 你們直接 就來處理 就 專門的 窗口直接來 跟 水添署 來做處理 看他們說 有政權扣嗎 還是扣到過頭 我看到很多 我們的水裡面 好像 就是水添署 沒有肉食 去 真正的了解 哪一塊是要扣稅 哪一塊是不要扣稅 這 應該 我們現在 觀眾朋友 賠償最多 就說 地價稅 起到這麼高 你管政府 衛民服務 你們就跳出來做嘛 不一定受議會做 憲政府本身也可以做 你們就跳出來做 你們來承擔這個責任 來做 說 管政府 也一樣 你們來 我給你服務 給你服務 不可以給他扣稅 絕對不給你扣 應該要給你排除掉 這個來做 應該會很好 不要說 有宜蘭10千 再要來進 管長再排 衛民服務科來做 這樣不好吧 所以你的感覺 我這是很高興的看法 這應該是要做好 很多民眾 要來 立即有一個窗口 能夠單獨把它處理好 來服務 我們的縣民 這樣呢 人家覺得管副的行政效率 真的很好 他課稅 雖然課稅 有瑕疵 但是能夠幫民眾來解決困難 這是最重要的 再來就是 管制考核 管制考核 管制考核也是相當重要 我們一些文書的管制 我認為很多 經濟的 司律 都長得很久 行政效率上 真的 我認為縣政府有待加強 這樣說很多行政的問題 我認為 我記得我當議員 就做不了幾次 說得很久 四五個處 過了 還沒辦法解決 我覺得很奇怪 哪有這麼 行政效率 這麼差的團隊呢 對不對 到底是我們的管制 控制了不好 還是怎樣 還是都沒有你的管制 我不知道 是不是請市長你說明一下 非常感謝吳議員的指教 非常感謝吳議員的指教 在衛民服務這個部分 我非常同意吳議員的指教 我們目前衛民服務其實也 接到了很多民眾的反應 我們這邊大概只能受理 至於判斷的部分 還是要回歸到地震處 跟稅務局 這個部分 我們會更主動的來處理 這個部分 至於在管制考核這個部分 其實 計劃處目前 花了蠻多的能量 在管制考核上面 那我們現在大概比較原則性的處理 剛剛我們希望釜底抽薪 就是說不只管制他的速度 我們希望 能夠真正幫他解決問題 就是說他到底問題 到底出在哪裡 承辦人有問題呢 法令有問題呢 還是業務太複雜了 那不管這是哪一個面向 我們也希望找對方法去幫他 那我們現在介入的程度 比以前都多 所以現在大概 那個預期的 人民申請案目前逐步的在降低 我們以農業處來講 我們現在 同期來講 之前去年的現在的話 大概有65件預期 人民申請案 我們今年度我們大概降到25件 所以其實有在進步 當然 像吳玉所講 還有改善的空間 這個部分 我們會持續來加強 以上 沒有 你說公文的考核 包括程庆案的考核 答覆啦 都 一定要照這個正常的程序來做 時間要對得到 不可以讓他有105 我覺得 很多公文都延後很多 到底是忘了還是怎麼樣 很多案件申請的 比如說申請一個建造 比如說申請什麼 什麼的證件的話 都會拖很久 都超過時間 時間都知道他們說 對不對 都知道你們自己說 你怎麼訂一個標準出來 多久這個東西就要做 我記得以前曾經營蘭店 現場在當的時候 我公文行政效率相當的好 為什麼到我們現在 就不一樣了 差太遠了 差太遠 民眾的心都這樣說 這個團隊到底是怎樣 是出什麼問題 是不是我們來報的觀光不好 就卡核的機制 不夠切實 沒有落實 所以我希望說這應該要做得好 這樣呢 我相信 管政委的團隊不知道 才有 發力 才會讓他 卿定 效率不知道 好 還不知道 不會中就去弄 我希望說 處長應該要 小偉要加油一下 再來請教民眾處長 我看你們今天的卿的衣服都很漂亮 卡核在旁邊再放一個卿 卿卿卿是什麼卿 童花 童花 你是現在自己要動立了 要創你們的處卿就對了 還是什麼卿 這是我們客家 我們民政處 你說你民政處好了 你民政處只有客家嗎 沒有 火羅朗沒有原住民嗎 有啊 這樣不公平啊 你只有 你只有重視客家 不重視原住民 這樣不可以啊 你是要多元化的 族群都要融合啊 你只要說你 你不可以排童花啦 你要排我們的管輩 不知道對 我們的管輩是什麼 你知道嗎 藍花 藍花 所以你就不正經 你說正經 這是議長時代做的 所以什麼 做了 不管什麼時代做的 一樣 議長 一樣 他做的也一樣 你不可以不可以用 不可以用 你不可以用 你不可以用 不可以用 他可以去扯一下 扯一下 扯一下 大多數 給大家打起來 都可以啦 怎麼不可以 什麼事情 那個東西是數的 我們人是合 頭腦是合的 我們要運用一下 所以運用一下 所以啦 我是希望說 我覺得穿起來不錯 不理政節 不理有肌肉 那計畫書你也要考慮一下 以外弄一個 跟他們不一樣 好 謝謝以上兩位議員主席 那我們來 休息一下 好 休息 學他 都說 八和 都說 廢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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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第一个 感谢观看 这个案 感谢观看 在所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的那个 感谢观看 我们这边是几支人 好像是八 所以说你在圆明会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当过主管的那种资历 没有 没有这样子 本席好意提醒 领导同意很重要 那应该是当一位主管 应该是要去收容部署的心 这样子部署在工作上也会愉快 你在工作业务上推动上也会顺利 那我是觉得说 跟同仁互动上 态度上应该可以和完一点 我相信对同仁来讲的话 他们也会看到一个和爱可亲的一个主管 这个部分跟你意见交换 我也当过作品市场总经理 当过主管 我觉得说领导同意很重要 要带人先带心 所以这点跟你分享 然后另外 你针对 这个106年度的新的计划的部分 有哪些新增的项目 可可简单说明一下 新增就是那个 我们有规划大南澳的一些整体的规划 有新增的 好像500万 然后另外在 那个中央款的部分 中央的计划有新增的两项 就是有志工服务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 对不起 我们记得很清楚 好像有两项项是新增的 我看新增项目也不多 我看我们原住民三位议员 对你非常高的期待 特别是阿力议员 他的平地原住民的部分 因为城乡差距很大 所以特别希望你这边原民所 能够跟中央拿更多的资源 来照顾各乡镇的平原的部分 你本身是布农族嘛 对 所以我觉得说你来到宜兰 各个族群的平地原住民 或三地原住民的部分 你都应该花时间去了解 你有去每个乡镇去走过一遍吗 有 都有走过 对 那各乡镇的 两个原乡 那平原的部分呢 平原的部分就是 现在就是常常跟那个 11个我们民间 好那苏澳镇平原多少 总人数多少 苏澳 没有 没备嘛 代表你对业务还不够熟悉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针对 平原的部分 下向去了解 因为 苏澳镇平原的人数不多 人数不少 有400多位 有400多位 那曾经有人跟我反映说 没有得到 县府的一些资源的照顾 所以说这部分我们确实做的 不是很够 所以我希望说 你能够 好好的用心去了解 平原的各乡镇 的一些 目前的生活状况 好 好 那我剩下时间给 好 来 議長 来两位村长 各位村长 各位同事 因为时间的关键 要不要说太多了 呃 三大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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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三大庙 我以前用红尾十庙 红尾十庙的定义是什么 什么都红尾十庙 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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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借我告诉你 我现在在民国国十十年的时候 我想还很严重 用红尾十庙 那時候代表的主席五木棋 後來他提案 提案後、省安後 他做三經事廟 帝阿廟、鄉阿廟 跟馬道京的主任委員 三經事廟 他後來做頂頂 就用三經事廟 用蓬佛市委的名義 跟堅囊工作 我先告訴你,財產可以用我們的堅囊 跟我們三社議員 來評寡 如果我們管政府的財產 財產過三社議員 表管是什麼?通過了 三社議員都過了 這樣可以嗎? 看的不行,本來就不行 沒有財產,你的財產我給你表管 三社議員給你表管 你的財產給我,這樣可以 當然不行 說說,地方法他們輸了 那啊,還給我乖 dysfunction… 多大三社議員 做主管你們看 να Rights Ivy 你也知道啊 過年我就要做八社, 我去 다미 我第八社了 分啊,我第二個祁衆我也去了 什麼宏ieß廟 ? 老董燼 比如說我做地的廟主委,吳崇陣介面,數學生,常常逮領,每天穿到這麼眩的,每天穿到這麼流行, 麻醬行也穿到這麼流行, 上面也很流行,哪有風雨了? 那時候長領事長,貞行事長長不太多, 做省風雨洗又廟都貴了尿路, 都貴了工作,現在需要相處。 其餘說,沒法招問Qalom不用保障, QA保障不用保障, QA保障不用保障, 這樣問題出來。 這個廟的庭 把保障 公家提供 沒有保障 人廟的董不住 所以你 英國有救的 你要去共同 尤其是公所 達成的 你地方他輸了 你不要再去母 沒有什麼外國 反正 那個外國母 雙義再來說 我跟我說 你請問 先生 你剛才 我是這樣說 你知道扶元當時要去嗎 報議員88年啟用 上的時 88年劉縣長吧 好 我想你也要先打拼 你公所也要先打拼 你去也要先打拼 這個議員跟你們說 扶元和代謝 所謂和代謝 你腳下手也知道 扶元和代謝 所謂和代謝 你不要搭 你在睡 你在睡 不可以說你這麼打拼 你在睡 我告訴你 扶元就是全國 時緣上水 外觀市都來參觀 都來看 不過 你要再主意一點 少少都來主意 很多現在有農地 有農地掛 一個一個一個掛在賣 做農地使用 不過我想 扶元才好是想 啊 這麼多人在利用 英國外國沒有 英國外國像這種 我告訴你 剛才有這樣 台北人 我們的人扶在台北 啊 對我們地方有感情啊 沒有 到你之後 啊 拿到我們這裡台的 啊 埋葬在農地上頭 就是要割一塊塊的賣 我們現在好 去 欸 宗教理所 您好知道 整天是不能放在農地 不能放在農地嘛 請他簽 你說是大人 啊 早期住我們宜蘭 啊 有感情 在台北 現在回來了 不停 要拌在我們這裡住 啊 買農地 買進去 他就一直都在賣了 都在賣了 啊 現在好 台後 我們就說叫他要簽啦 要拌啦 不然就要給你發 我知道以外賣了 要發 要處理 我們那個 處理人口中 現在是沒有發地主 你如果說我的地主知道 要發發地主 不然你說 民眾很吃貴 啊 很辛苦 處理人你要了解 啊 你知道嗎 你了解 我們想 我們的好分 處理得這麼好 養長要鼓勵啦 說鼓勵做好分 那個廟有嗎 那你說 專官 將近七百經合法的廟 我們要看很多 還有很多無話夫 無話夫就 啊 騙債騙食了 這要怎麼去處理 你要處理 啊 我們這個合法的廟有七百經 啊 七百經裡面 很多 不管是對建災 做水災 地盪 可以說出錢出錢 另外 建築薪水 做錢 金也很多 我希望說處理 啊 你也要善用這個廟重構的力量 來提供 做更多 更多 還有這個合法 這樣好不好 你了解 這個董事副處長 都沒有跟你問我 沒面子 你不怕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跟你說 那個 餘大 啊 我們的七百經合法是花兩億倍 結果啊 還有兩億了 還有無情無數 八千萬也沒有啦 我們要拖回去 那兩億了 你是怎麼要拖回來 兩億了 啊 好 謝謝喔 左家 那我們請神演 神頭茂演 感謝 啊 感謝 啊 議長 啊 彼氏 我們兩個 處的處長 喔 跟你們的 國談議的主管 我們來同仁 觀眾的官員 我想在這裡 首先我想要請教我們家庭的事 館長 現在的時政報告的時候 有說到說 過期的政府齁 會 欠我們 以來的官 欠很多 齁 欠很多 啊 啊 現在 新的政府 都要向來 齁 都要向來 啊 既然 館長有這樣子公開做選事 說要向來 都要向來 那 我想說 這樣 既然要向來 計畫處就變得很重要 因為我們宜蘭館所有的重大建設到底有多少 館長認為說新的政府要向我們 我是不知道啦 館長的想法不知道 但是我的想法是有幾項比較重要的 比如說鐵路立體化 二節連絡道路的貫通道 這個紅茶拿去 要是說掃腳道路啦 我想 還是海岸山的沈濕的嚴重性 我想覺得 還有大大門的大改善 我想是 如果我目前看到是說比較大項 會幾項跟你們說 處長 你想 還有哪些 理論是說 他很重要 一定要把中央萬人做四年 跟我們不知道中央 他到底能不能連任 不知道 萬人沒有連任 萬人 或是說連任 但是不是他做總統 或是民進黨做總統 但是不一樣 他也不在向我們 就很麻煩了 所以我們真的要爭取這個時效 你這四年 要把這個錢趕緊給定案 趕緊給提供 像有些困難的時候 給東山火車頭 你看 馬上高架 這很快就提供了 現在政府想要向我們 要向我們 我想制法處不能落 要不準備好 所以你準備好 我想應該準備好 你可不可以借這個機會先試一下 你做了哪些 謝謝沈議員 這個部分 我們從上個會期到現在 已經陸續跟縣長拜會各部會 包括行政院兩次 包括目前拜會了八個部會 不要拜會 你做好縮鐵了沒有 我想要做到 我們縮鐵已經做好了 像剛剛沈議員提到的 交通部分的鐵路高架跟直線鐵路 這個部分我們一定會提 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已經拿到的部分 就是洋溢的部分 他已經要給我們29億 這個也沒有問題了 再來就是 中興文創跟同灣公園 明天我們會去跟政部長談 還包括完山的部分 這幾個重大的部分 再來就是交通建設的部分 包括剛剛提到的 還有二姐聯絡道跟三角道路 這些我們都列在相關的方案裡面 在跟部會討論的時候 我們都是爭取的方案裡面 而且現在有張景深政務委員 在每兩個月開會一次列館 另外一個部會的部分 持續的接下 這個部分我們會 未來跟沈議員一起 我們持續的爭取 在相關的建設的部分 他欠我們的都應該要還我們 以上 好 請坐 這樣子好不好 你可不可以把你現在已經 類成案的這一個題目就好了 內容我不要了 可不可以在現場施政執行的時候 提供便宜這一份資料 以便你我跟現場再講一遍 這個真的不可以漏掉 萬一啦 我現在很煩惱 因為報紙你報 這個總統 後來民進黨的名字 不一定是他 但是後來民進黨連任 我是有信心啦 但是他不是他的時候 我沒有了我就害了 對不對 因為後來連任之後 以南官的票 沒有那麼多給總統 就很痛苦 如果連任我們就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期待是八年 繼續他來做 所有的東西 一該還給我們 都還給我們 該給我們建設 都跟我們幫忙一下 讓我們以南 真的做一個很大的改革跟改變 這是真的 大家都在期待的工作 這特別要拜託你 第二 我們的資訊裡面 你一百十五項裡面 你的第五項 資訊管理AEU裡面 你有說到 我們的本館的這個 社會經濟資料庫 建置工作裡面 有特別提到 我們有辦法去掌控到 擴充三四級毒品 施用熱點的分析 這個沒有問題 我們如果在分年基調 看到人家感冒 要進來的時候 那個熱氣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我現在想 這一個三四級的東西 你要設在哪裡 是設在 對這個 如果是公路 車開進來 就能水灼到 這個人有吃藥進來 還是 在蘇花公路裡面 還是 北宜公路裡面 在哪一個地方 我開車 你就要這樣 我沒可能 大家人都走路來 來宜蘭出頭 我大家都要走路進來 或者說 你在風景區 全部都設 這樣子一個感應器的熱氣 除非你這樣子 不然 你 你怎麼樣子 去管制 所有人 還是現在吃藥的人 你這個資訊 要怎麼擴大 來幫忙 這個警察 幫忙 這個吸毒的人 有機會 可以重新 重新做人 讓政府很好的一個 有很多相關單位 做很好的幫忙 你可以講一下嗎 你要受得到 跟省議員報告 這個我們的熱點的意思是 我們現在大概 毒品三四級的部分 大概要知道他有沒有吸毒品 還是驗尿上面是最準確的 那我們現在是後端 就是說警察局跟衛生局這一邊 針對毒品使用這個部分 他已經那個人員已經找到了 然後他已經驗尿 發現說他有吸食三四級毒品 他的資料會進到我們這邊來 那我們會把它統計分析 就是說在哪一個鄉鎮的 哪一個些地點 或是哪一些場所 是常常有吸食毒品的狀況 我們是作為防治使用 就是說未來 我們針對這些地方 要特別來進行防治 尤其是在那周邊的青少年學校 以及未來我們警力的投入 跟相關的社工的投入 我們會盡量投入資源 在那些比較多吸食三四級毒品的區域 我們會投入更多資源去防治 主要他的熱點是這樣 他熱點的意思就是說 比較多人吸食的那個地點 那我們作為內部研判 作為防治使用 你請坐啦 哪裡多人 如果你看你這樣說起來 就像剛才你這樣 扶椅兵來了就都槍斃條 大大條就好了 比較快 如果按照我看到你的資料 如果按照看到你資料 這樣子的顯示的文字 應該是說 學校我在面前 這些小孩子 應該是要 你小孩子 這些學生 我們要怎麼防治 在學生的校面殼裡面 不要讓他們知道 做一些 這個定點的器材的設置 我們就知道 這個有問題 可能有問題 我們可以做追蹤 做管控 做了解 再去看前端在哪裡 不是只有管制後端 管制後端有時候不要你管了 有的人真的會改過來 有的人真的 抓著就懂 我跟你說 不一定都在議員 不要再去多多 你說 神議員這個意見很好 也非常先進 那我們目前 曾經跟民間的一個單位 曾經想說 是不是有合作的機會 就是他有做一種晶片 那種晶片是針對毒品的部分 他會偵測 那他的偵測方法是這樣 他把它放在小便斗裡面 放在上面 那你尿的時候 他那一個就會收集資訊 然後會傳回來 說這個人 他目前 尿的那個尿裡面有毒品反應 所以不管是那一個地點的人員 他就會即時反應說 這個人有吸毒 包括人員的確定 包括數量的統計 都可以做出來 可是 下一個問題 就是 會不會有法令上面的限制 這個是我們最擔心的 不然的話 這個是蠻有效的防治做法 對 我是看到你的文字 我是有興趣 按照我自己了解的狀況 我想說提供 如果真的是可以擴到 這樣子的一個資訊的管制到毒品 那我們真的是 對宜蘭來說 對很多小孩子的防治 對這些小孩子的一個人生的安全上 我們都感覺到這個是做得非常的好 我們希望說 你來講 你學校 從一學校 因為這個毒品都已經滲透到學校去 我們都很煩惱 我們的幼苗 我們的年輕人 現在都不教倫理道德了 你再讓他一直在 都在利益上誘惑 我們會擔心 所以這個都我們下一代 這些下一代 以後都要賺錢養我們 我們的這些下一代 沒辦法賺錢也沒辦法看到他的未來 我們老了以後 我們也不知道要往哪裡去 對不對 那要養天年 那是天方夜譚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下一代照顧好 所以看到你這樣子的一個努力 我們是可以肯定 但是有一些細節 當然我要拿出來給你做一個參考 希望你們可以努力這個方向 在學校做這樣的努力 第三個就是說 在村里 村里這個資訊站 我大概剛才也在講過 剛開始受制的時候 好像在劉鎖城縣長的時候 哇 那時候很多齁 揮茶頭啦 過村里都受 三百幾點四五百點都在店 點到現在後來就 離離落落 現在我看到你的工作報告 所以剩下17點 那我想說 這17點 如果能夠發揮 那當然17點也不錯 但是到17點以前我看到的這一個內容 事實上 有很多事情 沒有辦法跟人民很大 會互動跟溝通 包括有很多 就是說 人民的權利義務的一個傳輸 都有困難 那個內容裡面打不出來 甚至於我們看到有一些套裝理由的東西 一些理由的點 它的明顯度也不好找 不過簡單操作 複雜啦 太複雜 一般的理科來到這裡太複雜 我看到有很多人的理館 理館裡面 我們看到他們的電腦出來 叫我們去移 很簡單的移出來 他們說 怎麼走什麼 要去找什麼 很清楚 我們下來移下去 很多的手續才可以看得到 過於樣板化 所以才會造成這樣 所以啊 我覺得這也沒問題 你可不可以把這十七點的位置 可不可以把這些資料 在施政執行的時候 提供給我做參考一下 到底設在哪裡 有機會我再去看一看 我想跟你提醒一下 好 現在過來的民政處 民政我想要請 我還是對新鞋 新鞋的輸進很有興趣 但是 在酒餅的民眾反應是這樣 新鞋因為過期 在農土工業區的時候 因為以前沒有做環保的房子 就比較青菜 所以有很多的工廠 廢棄的水啊什麼東西 都在新鞋過 所以有人說 管政府在在外輸進 是因為那個酒頭很壞 那個酒頭可能裡面 都還有含毒 或者裡面有一些重金屬 不適宜拿到外面去填土 或做其他的利用 這個 有人 有民眾這樣反應給我 我現在想跟你處長說 如果有這些東西 當你要輸進要拿出來的時候 你也要放到一個比較固定的位 一個位置 要做有效的管制 你不能再拿去 輸進了 拿去不應該屯的土裡 對 如果水流出來以後 就會污染到環境 甚至於 我們要拿去 公共造成裡面 再利用 那也有可能會造成 這個河川的污染 那我是不曉得 所以我是要向處長 你特別要幫你拿去 他說 希望你去輸進 但是在輸進之前 是不是在這個土壤 這一條 新城市這一條 在喉窗裡面的土壤 跟石頭跟怎麼樣 可不可以先去拿出來化驗 先去把它了解一下 它土質的整個狀況 我們再真正下去輸進 這樣子 可能會比先 要馬上輸進亂放 是不是更好 我提供給你 你會不會講看看 處長你講看看 可不可行 沒關係 A5的單位也可以 主席 感謝那個沈議員的指教 那個 行車價格的部分 那個部分 我們已經有在做計畫書 所以那個部分 我們是一定要來辦搜尋 在辦搜尋之前 其實我有去調 環保教的資料 它在隆德大橋也好 那附近那裡 都有一些監測的水質資料 那個水質資料 它的叛途的部分 是OK的 所以到後面 後續的部分 我們在真正執行之前 我們可以再做一次 當地的一個相關的一個檢測 確保說那個保安是沒問題 我們在 我現在跟你講 輸進一定要 現在水質 因為環保的關係 水已經沒有問題了 所以你這樣監測水 應該也沒有問題 現在是土壤 土壤本身 是不是還有流到 流著一些 不應該流的一些重金屬 會污染環境的東西 我不曉得 但是有民眾 因為我一直在叫蘇靜 現在有民眾 所有跟我們五個 這邊有的人 就你講話聽 他說 你以外你不是叫蘇靜 那裡面過期的污染 如果海流在裡面 提出的時候 可能會引用到 環境的污染 你是不是應該要跟 民政處這邊要再說 好 要蘇靜之前也要特別去 處於土壤的變動 變化 這部分請做 我是再提供給你們做參考 蘇靜是一定必要的 但是安全也是重要 不要再讓別人有感覺到 這一個安全上的困擾 第二個 我就跟你說 既然說到這個部分 就會想到說 過去 處長在地政處的時候 你也訂了一個 大峽谷要填土 大峽谷要回田 我現在不知道 我就不曉得 你大峽谷現在回田完畢了沒有 那些大峽谷都推田完畢了沒有 都還沒回田 可不可以說明 說一下好了 有十塊農地 那已經在執行 還剩四塊農地還沒有執行 四塊農地還沒有執行 對 那請坐 我現在是不曉得 我一直強調 那一個大峽谷以後挖路很深 回田以後 它的憨死度 就是說它的 我們下去之後 它的沈澱嘛 沈澱之後它會沉下去 這個土地的使用 這一些土地的使用 我不知道你們沒有做一些管制 或者說做宣導 一定要有一個時間 或者你填下去的東西 如果過沈澱 不是說A V2 不是定土地的 那有沈澱的 那沈澱的狀況更嚴重 那現在也有一些 居民 三星那些也有朋友 你說 欸議員你也告訴我 如果那些人 囤好後 這個土地 你使用的時候 萬一 如果我沈下去的時候 要怎麼做 我說進去 他們會害怕 所以我們希望 你的單位 公共造成的單位 一定要做一些 做管制 想知道管制 三至五年了 要怎麼做更做 要怎麼處理 才可以變動 不然的話 我們的危險性是存在的 尤其現在地盪那麼多 好的土地 就被你拼了 何況說 那種立天新土的環境裡面 過有暴雨的狀況 到底它會不會有產生 後面的土地的安定性 夠不夠 我想 業務單路應該要很努力 還有一個就是 我發現 民政處今天穿的制武非常的好 但是唯獨一個 唯獨一個 嚴明沒有穿 所以嚴明手沒有穿 那我現在要想要講 你有客家手嗎 客家手 你們說這個是童花季的衣服嗎 你們有客家手嗎 客家手在哪裡 客家手有沒有 客家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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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知道了 那你看 大家都支持你們的 客家的業務 就不支持嚴明的業務 嚴明你都沒有做衣服 對不對 你都沒做衣服 每一次活動 你都沒有做衣服 那你們的錢那麼多 你都沒有做衣服 給大家穿 今天應該是全部穿 嚴明的制服來 才對 不過我也跟你講 我們太太也客家 所以穿客家 我們家有辦個協同 所以我也覺得要拍拍手 不過我看到 剛才我跟陳捷琳議員說 他們太太是貧力的 不過 他又不對 對吧 所以 所以我們在講 處女 沒有 要穿 大家做 要一致 不然就大家 特色 你有這樣子的特色 沒樣子的特色 我個人感覺到 有 有一個好像很不夠團結 對吧 有不夠重視嚴明 因為嚴明是 也這一種 是不是 弱勢 像我跟你講 文化錢都不補助 一次補助五萬 十年補助五萬 村的外草 人家補助幾百萬 不要這樣子 因為我們都在做弱勢團體 常常會到偏鄉去 到部落去 我甚至於到澳花去送一些 食物東西去 那澳花那邊的 那個小孩子跟那個大人 都真的對我們愛家賣 我們愛家賣有做過去 都非常支持 我們這裡都沒有人來 都沒有人來看 政府官員慢慢來 社團慢慢來 跟澳花這個土地點看 都在那裡開這個火 好謝謝 那我們接著請陳鋒喜 陳議員 謝謝議長齁 兩個處長 各位國長 主任齁 各位董事長齁 大家也好 那位處長齁 我請問你齁 我們這個 一旦憲政府各單位工作報告 是你們審合過 是不是 還是各工作單位 拿出來 各工作單位拿出來 我們現在先做會整 那剛剛邱嫣提到的部分 對 你有沒有去審合 我們 老實說我們目前 並沒有做仔細的生活 我們只注意 隔世上面已經 隔世而已 基本資料是不是有了 其他的部分 我們必須要來加強 好 處長 民政處長 這齁 這我們宜蘭縣政府的 第18屆第14次的 工作會員報告 第一 第一條而已 第一條而已 第一個月 第三項齁 我們那個 東山鄉公所 陸埔村 這個活動中心補助款 這哪時候可以開工 申請建造 這誰回答 處長 你有沒有看 你的工作報告你有沒有看 哪裡錯誤 哪裡錯誤啦 那個工程的決標日期 年寫錯 105年才對 寫成107年7 對啊 這這麼簡單的事情 107年7月 我看到我也是覺得 你是本末導致 倒來倒去 還倒在哪裡 你們都沒有你看 沒有審稿 第一條 第一頁 第一頁就這樣 處長 這是什麼的責任 第一頁就這樣 裡面的時候 有沒有錯誤的 處長 有沒有錯誤的 你敢保證嗎 我們現在只敢保證 格式上面 各科的業務基本上面 會有 那至於細節的部分 這個部分 我們必須 未來建立準則 以及內容審稿部分 我們再來加強 沒有啦 在各個黨內就要審稿 我們說實在 公文書 這拿出來 第一頁就這樣 那我們宜蘭 宜蘭縣政府 就是這麼這麼 你們內部 我覺得你們內部有事情 有事情 太便宜行事了 是不是要鄉下檢討 還不用 那裡面 還有那裡 還有嗎 我看了第一頁 我就說 這本我沒看 我來拍拍照 人家說實在 看這實在沒意思 所以說 不管我們計劃處 或是各個單位 我希望 你要鄉下 去 給所有的單位 去了解一下 這本錢 就放到這樣 第一頁就這樣 你看 現在我們縣政府 真的 我們說實在 如果你說 離離落落 到現在也不然離離落落 那 民政處 對我們現在 土石開採 我們公共造成 現在 我們今年度 開採的幾 幾地方 好 首先 看看那個 陳議員的指教 我們均勵說 昨天在 河川數據的部分 總共有辦 南洋鎧 羅東市 跟打狗市 還有 南洋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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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出貨量 大概預估可以到 310萬噸左右 310萬噸 好 那現在 再歷連 一百年 一百年 你做幾年了 剛原部 我來這裡兩年半左右 兩年半 好來 這幾年當中 一百年到現在 也沒有我們提供 重大工程的土石方 這個工程 我們提供的工程 我們土石方 給他們多少 你知道嗎 我們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都用 對外販售 對外販售 我知道啊 對 免費提供的有沒有 沒有 這個部分 就是好像 以前跟 幹部屋那邊 有配合 就是說 因素球 屯老機的部分 大概 大概 幾千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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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大概八千噸 左右 八千噸 都拿出來 他那個工程 沒關係啦 現在把一百年度 一百年到紀念為基 我們提供 我們土石公共財產 各個單位 去使用的 哪個單位 哪個工程 他們合約內容 是怎麼樣 是不是拿出來 詳細資料 有了嗎 包括他們的合約內容 他們的你們的新聞 是怎麼你們要準備 搞不好 重大工程裡面的合約內容 應該是 他要去買 要去什麼公共財產 申購 結果呢 你們免費提供他們 還要去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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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這回事 太便宜行事啦 你的審計事 給你糾正啦 有沒有 有 那總共有多少 八議員 那個 我手上知道的部分 就是只有那一個 只有哪個而已 只有哪個而已 我會叫人查啦 陳鋒事我也會叫他查一下 在一百年度 跟到今年度為止 到底我們的使用 公共 提供公務 公共單位使用 還是放在哪裡 他總共要載了多少 還是請他怎麼做 來農去賣 詳細列表 好 請您來入記錄 在憲政總執行的時候 我覺得齁 你們 這件事你們做得太差勁了 搞不好公共造成 各個單位 人家是要去買 買什麼 像我們買那什麼 天路基 或是怎麼樣 我相信都是重大政策 我們一定有 預算 他們預算已經有了 是怎麼會轉成 我們用公務使用呢 對吧 你們 公文 往往 簽合 是誰簽合的 詳細資料 我也要來 詳細資料 到底上做理 上阿納 上申請 我希望說 在這個齁 我們要去了解 好 請做 處長 對於我們資料開放平台 你們總共資料 有放了幾件 你們放多少 我們民證處很多 很多啊 有嗎 你說的是那個 資訊公開的資料嗎 對啊對啊 所以open data 有啊很多 放了多少 計畫室放了多少 護證跟宗教 護證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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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相關 沒有 護證宗教 那護證可能就有很多類別 很多類別 議員 議員我們現在 是不是等一下馬上提供好不好 馬上提供 我現在就提供給你了 好不好 民證處 只要放個三個 data 而已啦 您資料 只要三個而已啊 好請坐 計畫處 你幾個 我們是會整單位 我們目前把全縣政府189個都放上去了 那陸續我們還會跟各單位 我們現在 當然量的部分我們可能沒辦法像台北市那麼多 可是我們希望類別上面比照它 我們再要求各單位再處理這個部分 處長 對於整個我們開放平台 我跟你說 很多資料 都是既的 你們裡面 他們是說 在我們 每天 每日 每月 不定時 要去更正啊 結果你們有喔 你們有去追蹤 查查嗎 這個 有的單位是掛鈴 到底有什麼原因啊 對 有單位掛鈴 就是因為 目前我們類別的部分 我們現在由我們這邊在匯整嘛 那我們會要求它 我們會 兩個部分 一個是它 它要主動提供 這個是基本原則 可是我們現在 我們這邊會主動 要求它提供 這個是 提供的部分 至於更新的部分 因為它 基本上面 有些資料是一年更新一次就可以了 有些去半年 有些是三個月 有些是一個月 有些是七天 這個當然我們會依照不同類別的不同實現 我們會要求它更新 因為這個是open data 非常重要的 你就知道非常重要 為什麼有的單位是掛鈴 現在是資訊公開 我們說依照我們的資訊 我們是什麼 我們的資訊 留守成縣的縣長的時是什麼 資訊線 結果呢 現在 這個這麼簡單的開放平台 各個單位 你要怎麼去督促 各個單位拿出來 欸 你說民政處 現在只有三個delta上去 你們剛才說得多 你在想一下要是說 等一下時間有力啦 多久它要上去 處長 你說說看 出錯啊 民政處處長 哪時候可以上去 多少的data上去啦 你們的資料 呃 因為我們是參照其他縣市 大概把未涉及各自的部分 放上去啦 那當然議員期待是 應該有更多的資料 我想我們會再檢討看看 其實你們在工作報告裡面 就有很多資料可以上去啦 啊結果我們都便宜行事 都沒有利用啦 對不對 比方說你開採的多少 進來的多少 那都啥 這個都資訊公開啊 你們誰都不要放呢 對不對 啊多少人在辦件事 多少人在做什麼 這個都可以啊 有時候民眾很喜歡看這一些東西 看一些八卦 雖然說不是八卦啦 可是這一東西 可以讓一些學術讀論 人家什麼讀論的時候 有很多的參考數據可以上去啊 對不對 處長 你哪時候可以把各個單位全部上去 再增加幾個項目上去 呃跟陳遠報告 資訊公開大概分三個部分啦 剛剛陳遠遠只是講到其中一個部分 是Open Data的部分 那其他兩個部分大概目前我們做的都還不錯 包括資訊公開跟那個射精資料的提供這個部分 那Open Data這個部分是未來提供資料 給民間的資訊廠商能夠加值使用 做成APP或是網站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們目前已經在加強了 那我們預估年底還會再有一定數量的那個資料 有多少的數量 這個部分 是不是我們在統計好之後再一併給陳遠遠這邊 比照啦 比照審計師跟你講 你糾正這樣啦 審計師 現在最多多少 哪個等下我不知道 這個個性是 我沒有去鄉下查查 他審計師就是桃園市政府起284項啦 所以說 桃園市政府它是直轄市 如果按照比例來講 我們做的比他還好 我跟你說啦 我跟你說 你應該會比他還好幾項 我們目前189嘛 可是他的人口是我們的好多倍 對啦 資訊公開的話 這個Open Data 我覺得有很多名字 可以去放的名字 就是說你們沒有去用心啦 你們如果用心的時候 不只這一些而已啦 我們目前的標杆是台北市政府的類別 那我們會依照他的類別 來要求單位來提供相關的Open Data資料 當然中間需要一些時間來溝通 因為單位可能在資訊上面 他可能不太了解 這個部分我們必須要循序漸進的 引導他把相關的資料提供出來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們非常努力在進行 那經過評比 其實我們目前Open Data的提供上面 還算不錯 可是我們當然希望 還算不錯 有在掛鈴啊 是我們被審計師糾正的 那還有呢 現在我們那個複口名牌查詢系統 不用力 上去也查不到啊 我剛才去年了 沒看你了 查不到啊 到底有什麼原因 因為你有進行資訊公開 是放在另外一個平台 你要怎麼去整合 這是你們的工作嘛 我找一個網頁就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我現在就要走來走去 看到你現在說什麼社會經濟型 你這些東西也把它放來這裡嘛 對不對 你是怎麼沒去整合 要上去 你怎麼摸一摸一摸一摸 那是沒有 是陳議員非常了解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應該要整合的 所以我們目前正在進行整合的工作 我們目前有一個委託案 希望說相關的資料都能夠集合到我們網站 很官網的開放政府下面 來進行這個整合工作 趕快啦 再來我就說啦 你們現在內部控制推動 及督導小組的設置 現在開啟智慧了 這個部分我知道是 審計報告裡面有提到的 是因為主計處跟審計室這邊的要求 可是我們宜蘭縣政府覺得說 目前的內部控制上面 我們希望整個縣政府就一套就好了 所以我們目前宜蘭縣政府正在推的是 SOP 那個部分嘛 在我們的私人計劃裡面有寫 那為什麼只要一套就好了 因為相關業務同仁 他在執行業務的過程裡面 他不應該一件事情做兩件的管制措施 來影響到他本業的執行嘛 所以我們一直在跟主計跟審計溝通 我們希望我們的組織上面 那對於這個設置要點 我告訴你這個設置要點 你這不要嘛 你把它廢除嘛 你是為什麼要再放在這裡呢 沒有 我們會依照那個設置要點 可是組織跟控管的方式 我們希望宜蘭縣政府就一套就好了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給我們一些時間做整合 這個部分我們也持續在跟審計師 跟主計總署那邊溝通 那目前我們定期都有 定期的雙方的會議在進行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逐步完成整合的工作 來進行內部品質的一個控管 處長 對於營運部的品質控管 我剛才跟你說 帖子插著麵 他們要把他放 你們就是沒有在推動嘛 在整個縣政府 就是利利力量 各自為政嘛 對不對 雖然做的 你沒辦法去管制 我跟你說啦 你計劃處處長也沒有用啦 是不是 你要要求各個相關局處 我的麵要放一萬六四號 這就是這個啊 推動督導小組啊 你說那個 這個就是要做這些動作啊 你都不會做 停擺在那邊有用嗎 處長啊 現在縣政府變成 變成什麼啊 現在林充潛沒有那個連任的壓力 就變變惡了啊 大家都各自為政 沒有互相連續 對不對 你處長也沒辦法 放也沒 目前的管考部分 我們是覺得 不管在速度上面 或是在品質上面 其實都有大幅度的進步 當然有一些改進的空間 像剛剛在私人報告計畫裡面 有些改進的空間 整合上面的一些改進空間 這些 我們都會共同來努力 這個設置要點 要怎麼說 到現在 就是這個口號 加上口號之線 我就是這樣 放在這裡 有人說 內部控管的措施 都還是在持續在進行 現在是主計 總處一直希望說 我們重新建立一套 另外的管制措施 可是我們覺得說 如果你有兩套以上的管制措施 同時在進行的時候 對業務同仁 業務執行 不一定是好事情 所以我們一直希望說 能夠溝通的結果 能夠整合成一套就好 現在你用哪一套措施 不要緊 你現在 在整個你推動管制措施 要怎麼做 你廢後的時候 廢後的時候 你用詳細資料 你們當時開會 如果要管控 怎麼去處理 是不是廢後詳細資料 給本市 好 好 列入基督 那你出席 好 列其他事項 那你出席 那你出席 對宜蘭縣再生能源 是不是你們民政處這邊 公共造成立的 有沒有 蛤 不是喔 那計畫書呢 你知道嗎 再生能源開發公司 現在是怎麼樣 再生能源開發公司 目前董監事的那個名單 目前已經領定完成 那預計近日會開第一次的 董監事的會議 來推舉董事長 那相關的業務 其實它是跨局處的業務 包括環保局 包括民政處 跟公旅處 以及計畫處這邊的列管 有四個單位 目前在積極在處理這個方案 那相關業務法委會有不同的 那相關業務法委會有不同的 你們現在的組織章程 你們公司的規範 相關的公司要怎麼來做 是不是在揮後 現在你們發了多少 資本的多少 一些公司法 你詳細提醒 是不是在那些 憲政總司行的時候 我還是覺得 這個再生能源 對整個宜蘭縣 到底好壞 都看不見了 錢那麼多錢 錢你們拿去的 現在有沒有動用 因為現在公司還沒有 還沒有成立 所以應該都還沒有動用 那當然永續發言 再生能源 這個目前是對宜蘭會有幫助 好 請坐 什麼內容記錄 書記 再生能源公司的詳細資料 好 其他事項 那個處長 那個公共造成那個 我們科長 對於現在 我們總共設立 在公共造成 才在 才在三十的 總共有幾處的地棒 現在地棒使用情形怎麼樣 主席 感謝陳議員的關心 那地棒的部分 那現在每一個蘇進區 其實我們都現在 都用重量法來 都會適合地棒 所以我們之前 這兩座已經結束的部分 有採購了六座地棒 然後在羅東溪的 部份有兩座地棒 然後在南部的部份有三座地棒 陳主席 南部的三座地棒 都一直在使用 後面這個部份 陸續出境工程 發包的時候 也會再用到 好沒關係 你把所有的 我們宜蘭縣政府 我們自己設立的地棒 有多少處 現在使用情形怎麼樣 未來 他是不是說 如果那個河川沒有開採 他還要移植 什麼 地棒現在 當時採購 當時採購金額 使用情形怎麼樣 是不是詳細列表 好 好 好了 是不是在這裡 第一棒這個 好 對其他事項 好 阿村內是三五分 三五分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陳吳三 陳議員 大會主席陳議長 還有我們主席和民政兩位處長 還有科長 媒體諷諷各位同仁 我先來請教民政處處長 目前為止你看就是 李文利多少 你知道李文利 平均數 千分之二點多 千分之二點多 這是每一年 今年到十月的資料 十月為止 外配的 新出名的離婚率 不包括那個中國大陸的 多少 站起來 大陸裡面大概占百分之十八點多 十八點多 對 外配的 包含中國大陸 也包含 也包含 對對對 你先做 所以說 獎金要兩聲 這 十八點多 點多吧 獎金要兩聲 好 房長 你看 館子 他在看館子 館子 這樣館子 房長 你如果說館子兩聲就好 你就不用再看 我前所處長打 不是前你打 這個數據是 一百對離婚裡面的十八個 他應該看那個 那個曲線圖吧 沒有啦 你不要看 館子館子十八點多 你認為館子館子就好 這樣這麼簡單的事情 你下回答 一百對有十八對 對 還要館子館 你怎麼是 離婚禮是比較高還是比較低 還是出品 我可能還是要看幾年的曲線圖 才能判斷 他是不是新住民 有沒有節節上升 不過我記得 我以前在社會處看過資料 沒有啦 你現在是跟我說 我人理人會這樣說 18對 18對離婚 怎麼是館子館子 他在顧著看 館子館子 你怎麼講講那麼多 好幾天 我知道現在台灣離婚禮很高 好 你請坐 所以說我今天要問這個問題 因為 正經在 正幾十天在接孫 有百日單位 我提出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會牽涉到 就是未來 社會問題 家庭問題 古代教養問題 小孩會出路的這個問題 所以 台灣現在已經有很多 有幾十萬人 外配 前台灣 不是說既然關 前台灣 當然 既然既然關 你只要人口所逼人 算外配也關 所以 這個產生到 這個問題的產生出來 所以今天自己問這個問題 我是希望說 你如果有機會 應當時也要這樣做 你民政處處長 也是同官司 這麼看 這個 你隨時要 兼散場報告 要通報 是怎麼做 我是跟你建議說 這個你要匯同 社會處 教育處 來把這個問題 要突選出來 突選這個問題 突選這個問題 後面 你不管社會救助也好 這個 輔導也好 教育處的 教育問題也好 頂頂 包括 成人的交易 我現在說 外來 我現在跟你說 都說外來 成人的交易 小孩的交易 這都 你們每一局 你要把這個主信 拿過 給你們 你們有這個 現場 開會的時候 你們有開會參加 這個問題 隨時要提出 這樣之後 才會提高很多 你把這個主信 不要說 我一年來的統治 或是半年統治 你才有 你們的長官 知道的時候 這個意思就是 你叫你說 要去 要把 突選出來 我們現在 有些人說 怕生死死了 還是怎樣 還是離婚期 這個孩子 流下來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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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問題 很麻煩 所以 你們 比較佩合 看事實比較佩合 教育處 教育處 頂頂 你民政處 要把這個主料 隨時 看到 每個月傳給他們 去做參考 教育處 比較人說 要花一個班 還是花一個庫 不管是 他們 他們那國的母語也好 或是 我們的母語也好 或是 我們說 台語也好 或是說 他們的 這個 孩子 他教育頂頂頂 要怎麼處理 處長這個有沒有辦法 應該沒問題吧 我給你答應 應該是沒問題吧 這是一個 建議素性 再來 我請教你 我今天有問人出租 人出租 你說說 只剩這 六十幾個人放在台語 你現在有沒有再採沙沒有了吧 現在 南澳市在進行 現在沒有進行 當時還要進行 因為最近水流比較區緩 南澳市是本來 現在就是台語都會議長在那邊沒有 你說有 南澳 南澳 南澳駕 有啊 因為那個 我們之前風太大水庭嘛 入車就說 是 是啊 其他的所在 因為那個數據的那個 其成結束都已經 我請問說 這麼多人放在台語裡 放幾個 呃 我們目前現場 呃 有 就是 有65位裡頭 包括 呃 行政中心就是在我們民政處裡面 有十幾個 南澳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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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雷 十一雷齁 啊你說 行控中心放幾個 我們管政府 行控中心有十二個 十二個 十二個 鐵鐵鐵鐵不開通 都會帶去 沒有啦 那在我民政處 在事業科裡面 坐的行政人員 加測量人員 有十二個 你說那 測量的跟那個 行政人員 文書啦 辦文室的啦 辦那個 要說我照產的 呃 議員說的應該是 現場管理那些主管 對 都會聯名就對了 那些主管 除了現場管理 啊 當然還有一些 其他叫辦事項 我 人叔叔 找我一個資料 他說大蛇谷 我看不見 大蛇谷裡面 你們的人數跟大蛇谷 有什麼關係 沒有啦 那個大蛇谷就是 早期那個 農地 農地 有了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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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吞 沒有 要去吞 因為我們走 他在國內的 品質問題 我會了解 他有散 好不好 你比 議長比較清楚 議長說話 比你比較清楚 問題是說 大蛇谷 我們去吞 還有他 這個土地的責任 我們還要人家去 看 看團比較好 小蛇說話 不是 我也知道是有錢 是說 這個 這個政策目的是 為了防止意外發生 因為以前 歐後後 裡面有帶一些 廢棄 有毒的醫療器材 從台北那邊 帶過來 那也有那個 漏後 有水殼之後 你不要說 你這次 你都說有幾殼 你如果派六七就去那裡講 十殼裡面 現在已經完成 四殼 還有兩殼 在執行中 還有四殼 還沒去燈當 因為 有七個 總共目前還有 進行中 進行中 我都不跟你說 我是說 人數數法的資料 是說裡面有七個人 在告那個大小股 我看不見 哪個大小股 要這麼多人 四個人 你人是要叫他去帶人 四個人 他就是做那個 現場有 那意思就是 你們裡面的人太多了 對不對 你們那人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 又不是找不到人 你們人太多了 是不是 沒有啦 現在其實 紀元 這幾年的 公共組員 紀錦米 你不要跟我說 聊聊時間而已 你 你認為說 人的什麼 人現在都好 都好 是 不是都沒有看的人 都好 你這個去讀書就好 好 你請一請 那些 這個 這家事我請教你 你現在 各位裡面 會這個 你兩 你兩 說到 說到這樣 可以說 是 理想 也很好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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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一個 很漂亮的東西 在那裡 待會兒來安裝 就對了 第一 我的感覺 我說我的感覺 第一 我是覺得不錯 不過 你知道嗎 不肚養 有一個拼肚養 你知道嗎 看 其實不可以吃也看得很爽 但問題 就是說 你 計畫處 所有的要研究 當然 你這家是佩服店 也要說這個 但是你還在挑戰 有到那裡 有到那裡 你跟有一個 在哪裡 發電 不可以發電 我請問你 可以 可以 是要 根本的治療 你現在那些治療 沒有把它收起來 你只要繼續 你看 每天都要炒在那裡 你還可以 還拿到這裡 要發電 是要怎麼發電 你根本的處理 就沒有處理了 你可以 要再去 人 還要再去 那個處理場 這樣還沒說到 那治療本來很爽 很爽 你不去 以前 你們館長 剛才有一個 是說 啊 要創一個鑽石 人是一個鑽石 把它放下來 這些東西 再發電 早氣發電 要在什麼發電 這些都是 這些成本 你現在要跟總議員 創一個發電 你要想看看 這些治療 沒有處理 沒有大金 你再把這些 再用財 再多一遍 再來交通問題 一天要幾百台序 這有夠 你去想到 所以我現在是跟你說 嚴重的 給你提醒 這個東西你在那裡 總議員那裡證明 已經幾百個地方 犯空了 你到時候 我給你保證 你做不成 今天不是說 總議員要給你反對 這個東西 因為你污水處理 就已經沒有一片 了 當初是 留守城 是 大家沒意見 就給你做 做到 立立立 要跟立法 有跟立法 老老老人說 你做一個公園 怎麼漂亮 老老人說 幾個場子都好 現在又要拿手 去處理 你怎麼去疏忽 我不是說 今天是說 反對說 你這個 發電或什麼 你去創造工 就創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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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我是給你提醒 你規劃 你做你去規劃 通過時 通過時 不要說 規劃之後 我來出問題 通過時 這樣 還有 還有就是 你要先說 你看 你家裡的家 你是 整個包括 日本 或是 市場 都你們這邊處理 兩次 不是你 你做到這樣 過去都這樣 企劃處 本來就是 當這個角色 既然我們所有的領帶 這些 建設也好 未來也好 都在你們那裡看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 認為說 包括 如果我們沒有開會時 有時候找到議長 要有開會時 這就來大家處理 我們一些運算也好 管理有的運算也好 或是中央保障款也好 到目前 今天 已經11月16 這樣是因為 它的進度 裡面 裡面 這麼預算也好 我現在說 總共補助款好 這個 族行李 還沒到80 有多少 剩一個月而已 剩一個月而已 你不要看這個 這點有誰 我 國局司機在查好了 你看這個 你這個本 不太清楚 你不要看 你幫我打一下 跟陳遠遠報告 我們這邊列管的部分 大概有分兩個部分 我現在跟你說這樣 比較簡單 你時間也沒多少 你跟他打我做 這列管 我 我借我列管的部分 一般補助款列管的部分 我們現在發包率 跟執行率 已經達到96% 你不要 我還沒說 你剛才整個議員 你說 你跟你政後說 一天後 中施署怎麼說得有意思 好不好 人家在說 你也一樣 我現在跟你說 就是 一千萬醫生 我現在跟你說 一千萬醫生 我現在跟你說一千萬醫生 廣東有幾個 今天都有幾個 一千萬醫生 一千萬醫生 我們這邊列管的部分有27件 一千萬醫生 一千萬醫生 我現在跟你說 你就是跟我說 你做的每天都不用說 我目前手邊的 目前的 都有在進行 就是說他要買 我現在有進行 外地又沒有進行 你這錢 你不要說 你千萬醫生 本來是沒什麼 你還要千萬醫生 你還要千萬醫生 跟你說 你千萬醫生 你千萬醫生 就好 我現在跟你說 現在你做的 一千萬醫生 就好 你不要說這麼多 跟成員報告 就是說 我必須要 進一步的統計 我才會知道 他實際的進度到哪裡 我目前手上的 資料比較粗略 他有些是 你現在說 你叫的一千萬 我現在沒有跟你 搖給你一百萬醫生 廣東有23件而已 你剛才說的 23件 扣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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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扣起來 都扣起來 都扣起來 廣東像美女 你再扣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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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設計中的就是兩件 其他的就是辦理中 我不要跟你說 你再說設計中 你再說設計中 扣掉兩件設計中的部分 是25件 目前是辦理中 跟已完工 你再扣起來 你再扣起來 你不要說 我不要跟你 跟你扣 如果是老朋友 扣起來 這不敢 不跟你扣 人家不會過 他會說 他會說 一千萬醫生 一千萬醫生 農種23件 你剛才說的 扣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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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幾件 扣起來 你都沒清楚 再跟陳醫院爸爸 我現在跟你說 就是這個 你才有說 有你扣館 有你扣館 本來就要扣 不是說 這些市民這些好聽 沒效 我跟你說 這有說 我是不能說這個話 不然你要扣起來 第幾次 你們不是要把 管長建議說 這個不可以做 你們把建議 你們的理想 你們的 你們的團隊 你和常委 這個人 大家跟朋友說 說這個 說這個 你聽什麼意思 現在你看 從來 你們全都要露台 第一露台是你的 是不是 但是你的 靈力這麼露台沒差 不過 就這個事項 有這個事項 你都要露台 你如果管長建議 喔 什麼公平正義 什麼一大天 結果管長給你花不水 沒想到你 靈力靈力不好 真簡單 就這樣 我是天理大不平 說實在 這是 你管長 你管長 沒人敢 你沒人敢 他管長給你做做做 不對 所以好不水 重來 對嗎 又重來 所以說 這就是標示什麼 你知道嗎 我剛才跟你說的 就是 因為我看你再去 你重疊 你知道嗎 你唱人 人家在講 你也聽不懂 你都說 走走走走走 穿下鞋槍 刺一下 這樣不好 這是給你黏一張 那好朋友 才是給你講 那你如果說 像 人家在你露台 你泡一下 你比你離開的台牆 複走 你們唱人家在我起來 沒想到 你怎麼不斷 沒聽 沒想到 你自己正好 很簡單 所以說 我要跟你說就是 你今天我們電腦 尤其是電腦案 給你五百萬醫生的 還是幾個醫生的 快點快點 技巧快開喔 八道二頂 八道幾乎 八道幾乎 結果八道幾乎 一兩月都沒有到五十八了 十二月 十一月十五 十一半都好 還有四十五天而已 主持人 你看看 你如果沒有超過 九十都不好 這裡特局少要來進入公務就很快 今天都放在那裡沒報 我阿嬤告訴你幾十八都要不要說 小錢你不要說 五百萬醫生的就好 說我開條就好 大家新造不鮮 今天剛才剛才跟你問這個 以前是很清楚不知道要問這個 所以說 我就剛才說 我們今天做的這個事務就是非常重要 今天蔣國議員觀的這個主族都在你那裡 所有的局勢都在你那裡 不管是未來 還是過去的 都在你那裡處理 阿你要做好 你的認證也有夠 我們認證說啦 你的認證很好 我也給你輕盈啦 阿不過你要想說